荒野独居第十季全新开播 这期没有荒野小赛季 来这的全是求生大佬 同样是十个人 同样是带十件装备 只要待到最后 五十万美金拿到你手软 但这一季来的几乎全都是职业选手 只望抓大鱼 猎黑熊 抓驼鹿 烤肉吃到腻 江国满地都能摘 精彩程度可以说完爆前面的九季 什么小刀砍牦牛 单手钓大鱼 在这里都算是小意思 小伙伴们狠狠给我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里是位于加拿大最靠近北极的迅鹿湖 由于接近地球的最北极 冬天最低气温能达零下五十多度 在这里大概有五万只大黑熊 毫不夸张地说 这集的十位选手 几乎都能分到三头黑熊做邻居 要么就烤熊肉 要么就被熊烤 至于要怎么玩 全凭自己的真本事 随着节目组飞机的出场 十位选手被随机分别投放到各个岛屿上 从此刻开始 危险 饥饿 寒冷 将成为他们在这里的主要难题 废话不多说 精彩马上开始 有请我们第一位登场的大宝贝 这个输着蘑菇头的男人 刚下船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这里遍地都是黑熊精的脚印 让他忍不住发出给给给的怪笑 别看他呆头呆脑的样子 人家可是妥妥的求生大佬 从小他就在非常原始的环境中长大 整个家族几乎都是野外生存的扛把子 他们开办了属于自己的野外求生学校 在这种求生世家中长大 卢克的求生能力简直要逆天 虽然现在他是一名玻璃雕刻师 但他依然很有信心 将这次求生搬出旅游的感觉 眼看节目组的飞机逐渐远去 卢克心里的小九九已经在狂醒 马上对脚下的岛屿进行研究探索 沙滩上随处可见大宗熊的脚印 看着大小的样子 一头熊少说都有几百斤 但卢克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 反正自己带了大铁锅 一顿吃不完那就分几顿吃 他巡视着周围 翻找着适合搭建庇护所的区域 镜头一转 我们的卢克已经光着膀子开始干活了 白天的大热太阳 把这两百多斤的大胖子晒得嗷嗷叫 还没来得及吐槽 远处就传来了一阵动静 毫不犹豫 卢克马上拉弓准备瞄准 那么远的距离 卢克一见秒杀 看来这个两百斤的胖子 果然不是吃素的 这只松鸡今天出门肯定没看皇帝 这小妻子今天就算耶稣来了都留不住 卢克说的 好家伙 开去这才几分钟 一只野生大松鸡就搞到手了 现在卢克的状态说是神仙开局都不为过 尽管现在的温度也才二十几度 但炙热的阳光依然晒得这个男人头皮发麻 现在急需给自己降温才行 管他三七二十几 先泡个凉水扫再说 看他在水利那快活的样子 这伙估计是打着求生的名义过来免费度假的 至于能不能顺便带走五十万奖金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 四十五岁的艾伦 是一名从事户外教育的高中老师 什么野外生活 丛林打猎 这些在他眼里 就跟小孩版泥沙一样简单 不仅参加过很多大型射箭比赛 还是个钓鱼狂人爱好者 对于这种高额奖金的荒野求胜 如果奖金足够多 他能带到节目组破产兜行 来挑战之前 为了保险起先 他还增肥了四十几斤 目的就是想靠挨恶战胜对手 为了给大家展示自己的能力 艾伦用木头制作路亚钓钩的鱼饵 用散生作为鱼钩的鱼线 木头就是钓杆上的鱼饵 具体成品就常这样 他对自己的钓杆很有信心 来到湖边重复着抛杆 然后拉回的动作 也不知道是他的钓杆真的强 还是这湖里的资源太丰富 鱼钩刚扔下去没几分钟 没想到大鱼就这样上钩了 看看这大鱼 少说都有好几斤 艾伦扔起大棒子就跟他讲道理 用刀划开肚皮一看 里面还装满了金黄色的鱼籽 这可是完美的高蛋白食材 可艾伦可不喜欢吃这又腥又难吃的东西 但毫无意外今晚又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回到营地的艾伦 马上烧火干饭 他在一旁屁话说了很多 总结就是第一碗就想老婆了 鱼汤都还没煮开 艾伦就迫不及待的来了几口 不料这鱼肉的腥味直冲天灵盖 就这样就说难吃 我看的家伙还是不够饿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昨晚吃完松鸡的卢克 在海边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眼看这几天的天气还算不错 搭建豪华庇护所的事 可以先缓缓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搞到充足的食物 毕竟不吃饱哪有利器领奖金 这是加拿大当地的野生蓝莓 这里到处都是 只要想吃就管饱 他也是摘了一大把吃了个蛮饱 但卢克的野心并不满足于此 刚来时就说过要搞几头黑熊来尝尝 因为实现烤肉自由 才是他来到这最终目的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阵声音 听着动静应该是出来密室的黑熊精发出的 这个胖子还真是胆子大 拿着弓箭悄悄摸摸的又走了上去 我真怕突然跳出一头大棕熊 来把他给带走 最后在树林里发现了猎物庞大的身影 虽然距离还是很远 但继续走上去 很可能会被大黑熊来个反杀 胆子肥了的卢克 隔着十万八千里 开始尝试第一次远距离射击 看着落荒而逃的蛋白质 卢克气得扬言 迟早要把他搞到手 这一件 要是自己再靠近一点 这个一头几百斤的蛋白质 省着点吃应该能扛到大棕局 就这么放走了一头大黑熊 心里多少有点遗憾 接下来这个出场的男人叫李雷 刚开去第二天 就已经安排上了豪华庇护所 瘦小的身材 带着一副大灵老花镜 这身材跟前两位大胖子比起来 简直毫无胜算 但从他的个人经历上来看 这位衣衫单薄的小伙子 绝对算得上本赛季的一名求生大佬 年仅六十岁的小伙子 从小就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长大 人家在读书的年龄 他就已经在树林里狩猎了 而且家族世代捕鱼为生 除了天天能吃到烤鱼肉 在冬天他们还有吃不完的 驼鹿和黑熊肉 所以说句不要脸的话 这货来着挑战 就跟玩泥沙一样简单 所以这次荒野独居 他拎着包就来了 那些增肥才来参加比赛的 他都觉得没脸见人 豪华庇护所已经搞出来 现在他也要削木头制作鱼竿 毕竟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正在他往丛民里走时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动静 老李慢慢走近一看 原来是远处水域上传来的 定睛一看 不远处一只海猎正在河边洗澡 可惜距离有点远 李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流口水 看着够不着的蛋白质 老李突然萌生了造船捕鱼的想法 终于出场了一位女选手 这位老卑鄙叫乔迪 刚好56岁 来了一天庇护所没搞 没想到地上躺下就能睡 看看那这棉花一样的食物 就问他还要搞什么庇护所 你可别小看这位老卑鄙 人家也是在野外锻炼过的 射箭打猎 钻木驱火还有野外露营 乔迪可以说都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了 自从学校教师退休后 就在家管着一大片木场 拿得起弓箭 扛得起猎枪 他也算得上是荒野里的一位女强人 乔迪拿起防水布 直接就在软棉花上盖起了庇护所 只需用伞绳绑住防水布 然后挂在树枝上 一个长得像厕所的庇护所就造了出来 艾伦这边大晚上的看着一只猫头鹰围着自己转 他怀疑是他那死鬼老父亲来看他了 他对着镜头说了很多 说着说着口水差点就从眼里流了出来 李雷这边昨晚睡得很安逸 今天的天气还不错 他决定做个木筏下河捞鱼吃 废话不多说 扔起巨子就开工造木船 他把木头并排搭在水上 然后再用伞绳和铁丝把木头固定住 好家伙 这货荒野求生铁钱都带来了 你咋不直接扛把猎枪过来呢 镜头一转 一艘看起来同样瘦弱的木船就坐好了 直接站上去就准备扬帆起航 不得不说这货手攻火还不错 木船最终扛下了所有 但说好的鱼 毛都没抓到 李雷只是坐着船游了一圈就回来了 到现在为止 庇护所做的最好的 还是眼前这位男人做的最认真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挖毛坑 直到后面才知道 这货是在做一个豪华庇护所 这个男人叫凯德 是个职业猎人 顺手就撤下旁边的一张树皮 把它卷起来做成一个喇叭的形状 这样能扩大声音 把周围的猎物引过来 来到周围一看 到处都是被驼鹿破坏过的痕迹 想必这里的蛋白质应该不少 他趴在草地上 下一秒就举起捕猎神器 听听这叫声 我发现这男人绝对不简单 很快他就发现了前方的一头驼鹿 但刚想靠近 猎物就提前预判地离开了 现在肚子很饿 只能来到附近收集一些蓝莓吃 没过多久就摘了满满一大锅 要我说还打什么猎 吃蓝莓都能领奖金了 之前打猎几乎百发百中的 什么土狼野兔 几乎天天吃到腻 怎么来到这里就不灵了呢 他继续回到丛林里碰一气 这次他发现了一只松鸡在树上 马上拉起弓箭瞄准 好家伙 那么远的距离 又是一件救命中 这期的选手都是大神嘛 回到营地搭起火炉生火干饭 他做的壁炉绝对算是极品 冬天既能防寒保暖 还能在屋里煮水烤肉 今晚他吃得特别满足 松鸡炖汤真的很香 时间来到第四天 乔迪这边正在疯狂砍木头 想致富先砍树 这话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空闲的时候 他给自己头发搞了几条小辫子 蓝莓将果他这边也满地都是 但他表示还不饿 因为参加比赛之前 他就增重了70斤 现在体内的脂肪还能扛几天 今天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庇护所 他要建一个豪华小木屋 大量的原木可以防寒保暖 他把木头砍出一个个卡口 再把木头一根根的叠加上去做墙壁 看着很简单的工作 差点把他累得腰都直了 李雷这边大早就在织鱼网 但先搞个鱼钩去掉几条鱼来吃 他不相望 织好了鱼网就马上乘着船下河捕鱼 看他这船摇摇晃晃的 我真怕他一掉下去就起步来了 他把鱼网到河里 能不能抓到鱼就看运气了 鸡蛋不能总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又来到河边钓鱼 看看这钓鱼竿 要是能钓起鱼来 我把屏幕都吃了 没想到 下一秒就有大货上钩了 这是一条巴鲨鱼 少说都有好几斤 不用怀疑今晚又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李雷又乘着船来到河里查看鱼网 刚靠近就发现又抓到了一条大尊鱼 饿了两天 现在幸福来得太突然 李雷自己都不敢信 回到营地就开始处理鱼肉 今晚吃得特别饱 即便没有调味料 烤着火 吃着肉 这感觉那是真的爽 时间来到第六天 凯德这边依然在造庇护所 河边的野鸭子时刻都在诱惑着他的大舌头 看着想吃又够不着的蛋白质 凯德想想就来气 回到丛林里继续打猎 草地上全是猎物的痕迹 也不知转了多久 刚发现猎物转眼就跑了 他气得满嘴都是嗶嗶声 他又在树林里找了几个小时 别说松鸡了 这次连鸡毛都没发现 看来今天又是挨饿的一天 接下来他们还会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呢 上一集的五位大佬开局 就已经抓野鸡猎黑熊了 这一集剩下的大佬们将会全部就位 第六位出场的是一位老卑鄙 今年刚好60岁 刚上岸的老卑鄙有点发懵 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安妮来到这的第一时间 就是搭建庇护所 想致富仙鹿树 这个道理她很懂 刚放下行李就开始四处搞木头 退休后的安妮 本身就是一名美国职业农民 每天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摸爬滚打 虽然野外求生经历几乎为零 但她却比任何人都知道怎么从地里搞失误 除此之外她还是一名实力弓箭手 山上抓老鼠 下海捕龙虾 这个老卑鄙几乎无所不能样样都行 而且在保存食物方面颇有心得 很多小伙伴都说 要是有农民参赛 肯定能活到节目组破产 那这老卑鄙最后能否拿走50万奖金呢 开局第一天 她专注搭建庇护所 没多久就搭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营地了 要是其他选手 就算搭个木架都有搞几天 接着又拿起弓箭出门找食物 没想到这里的物产那是真的多 地上遍地都是美味的野果子 几乎就是你想吃就管饱的状态 八张大的蘑菇到处都是 这东西用来炖小鸡那味道是真的绝 刚出门没几步今晚的晚餐就搞到手 可下一秒 地上的一坨熊粪引起了她的注意 对于做好吃熊掌的安妮 心里顿时狂喜 第一天晚上 安妮就吃上了美味的烤蘑菇 除了没有肉 伙食简直好到爆 时间来到第二天 根据节目组的尿性 通常越时出场的选手就越强 詹姆斯决定原地搭建庇护所 防水布往上一盖 里面再铺一些松针当床垫 镜头一转又出现在了海边 这家伙直接跳进冰冷的湖水里 洗了个凉水澡 这次洗得非常舒服 唯一的遗憾就是忘了带肥皂 目前开局洗澡的大哥已经有两位了 看过往期的都知道 爱洗澡的选手都没好结果 如果这货也不例外 那么你猜他能活到第几级 同样60岁的塔斯 有着丰富的雪地经验 在野外打猎也颇有心得 从小就跟随自己老父亲到处打猎 在他眼里 要是这种过家家的比赛都赢不了 那回家就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 50万的奖金 节目组直接打进他银行卡就行 如此口出狂言 就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打脸 刚洗完澡的詹姆斯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精通捕猎抓鱼的他认为 鱼肉才是这次挑战最稳定的食物来源 因此一张省时省力的鱼网肯定少不了 你还别说 这些的大佬几乎都自带织网技能 詹姆斯很快就利用绳子编织好了一块鱼网 随后又找了木头 在海边搭建了个捕育装置 他用木头延伸到海里跟深处 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把刺网放到海里抓大鱼 想吃鱼肉 詹姆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鱼网上了 这个女人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用浓浓的夜鸟灌溉附近的花花草草 按她的话就是在向周围的野兽宣示她的领地主权 梅兰尼开局并不急着去找食物 而是跟安妮一样 急着搭建庇护所 这次她打算把庇护所做得更豪华一些 看来天下的女人都一样 只有房子才能给她们安全感 虽然花费的时间有点多 但看到如此完美的老窝 感觉一切都值了 已经55岁的梅兰尼和丈夫莱恩 就生活在荒野丛林里 他们不但养了很多鸡鸡鸭鸭 还种了很多蔬菜水果 这个大妈年轻时可是一名顶流超模 在十几年前 无数男人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这岁月的杀猪刀实在太狠了 一刀就把她砍成了如今大妈般的模样 所有野外求生技能 全都是50岁后自学成才的 这次的求生比赛 完全是为了证明自己 谁说超模只是一只花瓶 她用木架搭建好房子的框架 再用台前把围墙垒起来 这能起到很好的防寒饱暖的作用 到了入冬的时候 这就能知道好处了 如果前面的选手都是求生大神 那么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实打实的求生喳喳 一觉睡到自然醒 还真把荒野当家了 大中午了都还在庇护所里 跟文字斗智斗勇 米奇今年65岁 是节目里最老的一个 本身就是一名专业的木匠 只有你想不到 就没有他做不出的东西 从小就在深山野林里长大 打猎钓鱼各种求生技巧 几乎滚瓜烂熟 妥妥的一个求生大神级选手 自从来到这里 米奇只能靠将果冲击再扛着 为了获胜拿到奖金 他只能拿着弓箭出门打猎 但这个二愣子却是个鹿痴 自己又忘记了 标记来时的路线 周围除了野松树 就是繁茂的杂草 这二伙突然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 打猎毛都没抓到 自己却越走越远 现在还累得半死 要是现在呼叫救援队 那他就是本赛季最早结束比赛的选手 他可不想刚来就叫船回去 没办法 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只要能看到海岸线 他就能找到回去的路 跌跌撞撞又走了两个小时 就在米奇走到快要怀疑人生时 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大海滩 回到营地的米奇 这才敢松口气 要是今晚回不来 估计就要当黑熊的口粮了 时间来到第四天 詹姆斯一大早起床就做了一个钓鱼杆 一番洗漱过后 还在镜头前晒了晒牙齿 马上来到海滩准备抓鱼 先是检查了一遍渔网 结果鱼毛都没抓到 于是就开始了他的钓鱼之旅 结果海上突然刮起了大台风 吹得他连抛肝都没办法抛出去 最后也是鱼毛都没钓着救回了营地 有经验的钓鱼老都知道 风浪越大鱼就越大 可惜小伙子根本就不懂这道理 白白就错过了逆风翻盘的大好机会 晚上大风吹得詹姆斯根本无法入睡 他在镜头前屁话说了很多 总结一句话就是又累又饿还很困 时间来到第五天 昨晚刮台风很冷 几乎一晚上都没睡 现在急需一条鱼来做早餐 他迫不及待地来检查鱼网 走近一看 没想到海银抓到了一条缩子鱼 塔斯顿时激动地手舞足蹈 看看这条大鱼 少说都有十几斤 毫无疑问今晚又是一顿舌尖上的盛宴 马上开始处理鱼肉 直接用小刀把鱼肉分离出来 看看这肥美的蛋白质 你们都流口水了吗 直接在海边假期烤炉就生火干饭 肥美的鱼肉放在烤架上直接烤 这鱼肉简直太诱惑了 我隔着屏幕都在流口水 时间来到了第六天 乔迪一觉睡到大天亮 现在都还躺着 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 连看到天上飞的大雁 都幻想着怎么吃了 没想到大家都在看着大雁流口水 米西可西手上没有猎枪 不然多少整几只来尝尝 虽然看起来真的很好吃 但留给他们完善庇护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大雁清洗 说明冬天快要来了 一个抗寒保暖的庇护所 才是过冬的保障 乔迪回到营地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打算把庇护所建在地下 他说这样才会更加保暖 是不是真的我就不懂了 本来的临时庇护所就已经很不错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不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完善 而是在这挖坑搬石头重新造一个新的出来 也许他是饿得还不够透彻 再饿几天就好了 花了很大力气 终于做出了个半成品 现在肚子饿得呱呱叫 刚出门找食物 没想到地上坚果满地都是 捡起一块看了看 还挺新鲜的 时间来到第七天 塔西在庇护所里搞了个新发型 屋外的松树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吵到他坐着口水都忍不住支流 二话不说就扛上打野装出门打猎去 下一秒手上就多出了一道肥美的晚餐 这种送上门的蛋白质不吃白不吃 虽然今晚的晚餐是有了 但作为一名不渝达人 他还是决定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得到食物 因为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生存多久 但他知道要稳定自己的食物来源才是硬道理 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塔西 对于捕鱼打猎 那就跟过家家一样 以外生存技巧 也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想致富鲜撸树 他收集了大量木头 决定用这些木头做一艘木船下海捕鱼 好家伙这些的选手都开挂了吗 手工活一个比一个强 塔西连夜加班都在制作木筏 时间来到第八天 通过一晚上的努力 塔西终于是搞出了木船的一个半成品 木船的框架已经搞出来 接下来船身的加工就简单很多 只需要用绳子继续加固船身结构 再用苔藓铺到木船的尖锐处 这能有效保护防水部不被树枝刺穿 最后往船架上铺好防水部 一只像模像样的小木船就造了出来 造这条船他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有了木船打辅助 他就能去到更远处捕鱼 木船守航很成功 接下来就是捕鱼了 米奇这边一觉醒来 热得连双脚都在冒烟 拉开Buds一看 隔着屏幕我都闻到了咸鱼的味道 饿了好几天 今天他决定出门碰碰运气 打算搞点食物回来尝尝 还没走多远 他就发现了远处的小松鸡 上百米的距离 直接拉满弓就是一件 至于打没打中我不知道 反正胖子就在地上捡到了一只大野鸡 你还别说 这胖子还真有点硬本事 获得了蛋白质 他高兴地直接养天长孝 野鸡在手 天下我有 什么五十万奖金先放一边 现在生活烤鸡菜是最重要 直接在海边就架起了大盾锅 米西不仅打猎嘎嘎好 烹饪方面也很在行 一只松鸡被他烤得刚刚好 好吃的根本就停不下来 这一顿他吃得非常满足 几乎骨头都没剩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八天 塔西这边很快也编织好了鱼网 接着又在海里搭了个捕鱼平台 没想到他很快也抓到了一条几十斤大尊鱼 这期的选手真的太强了 打猎几乎就没失手过 既能造船下海 还能消磨做鱼饵 晚上烤鱼肉就没停过 再抹上蓝莓酱 然后再放在火上烤 用台写还能保持鱼肉的鲜美 我正怀疑他是哪个五星级酒店大厨 过来体验生活的 时间来到了第九天 塔西的烤鱼在烤架烟熏了一整晚 为了保存食物过冬 今天继续接着烤 没想到意外来得很突然 烤炉直接把烤鱼直接给点着了 火事一发不可收拾 塔西连忙就火 遗憾的是根本无济于事 就算用水泼也根本没效果 打算烤鱼 没想到直接把鱼给火化了 看着这狼狈不堪的烤炉 塔西系的差点要吐血 看来烤鱼已经全部报废 乔迪这边开局砍树就一直没停过 双手都已经被扎得不成样子 看看他的庇护所 不说这是庇护所 我还以为他要在这里待到节目组破产呢 这种庇护所太耗木头了 这花费了他不少精力 现在比赛都第九天了 他的庇护所连个半成品都还没搞出来 虽然到最后这庇护所会非常实用 但前期花费的时间实在太多 要是食物蛋白质跟不上的话 分分钟都有可能因为饿肚子而退赛 要是在打猎方位依然得心应手 那他后期将会是最有潜力的一名选手 在他的努力下 庇护所慢慢就有了框架 很难想象这么大的工程 就这样被他搞了出来 米奇是过得最惨的一名选手 一直都没有抓到鱼 他也很纳闷 今天计划继续完善他的庇护所 他的计划很明确 每天都要吃肉是他的目标 庇护所外面用大量的苔藓搭起来 这样能有效的防寒保暖 就算大冬天来了也不怕 毕竟自己脂肪多也能防寒 可就是完善庇护所的工作 差点把他累得腰都直了 今天还没吃东西 他的胃现在很难受 只能坐在庇护所里休息一会 可没想到越座位就越疼 接下来米奇会继续熬下去吗 上级说到詹姆斯抓到了十几斤缩死鱼 直接在海边搞起火炉烤鱼吃 这货不说他是来求生的 我真觉得他是来旅游度假的 这个家伙更厉害手工活嘎嘎强 一夜之间就给自己搞了条野生物船 实现了海陆打猎作战的唯一选手 最后还抓到了一条金石金的大尊鱼 可老天跟他开了个玩笑 就在他烟熏鱼肉时 火炉突然燃起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好家伙 大尊鱼让他给直接火化了 被胃痛折磨了一天的米奇 今早起来拉了很夸张的一大坨素变 现在的状态明显好多了 今天是他60岁的生日 虽然之前已经饿了好几天 但在今天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 米奇说什么也要出门搞一顿饱的来吃 也许冥冥中老天也感受到了他的愿望 在树林里转了一会 就找到了大量的野生蓝莓 这用来当饭前开胃菜最合适不过 继续拿着弓箭往前走 他很快又发现了不远处松鸡的动静 果断拉弓瞄着射击 是没射中我不看到 但米奇上前查看时 他就真的在地上捡到了一只大松鸡 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米奇认为这才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 马上扛着松鸡回家生火干饭 来这的每个人都想搞一个豪华庇护所 但艾伦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眼里房子只要构筑就可以 太多的花里胡哨 只会影响他领奖金的速度 简单的用木棍做了个圆锥结构出来 中间再绑上横梁固定 然后再往上面铺满树枝用来当墙壁 最后再用厚厚的苔藓往上面移铺 这能有效隔绝庇护所内热量的散尸 仅仅用了几个小时 以前简单低调的苔藓小木屋就成型了 对于阿伦来说 一天时间里还能搞个三十亿厅出来 在入住新房之前 一顿入伙饭必然少不了 他先是来到野外找了一些浆果来吃 但好像味道并不很好 于是决定外出搞顿蛋白质大餐 好好犒劳一下 他去检查之前布置下的全套陷阱 还没走近就听到了远处传来了响声 看来金板的蛋白质是跑不掉了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赶紧走进瞅一瞅 结果整个艾伦都猛逼了 抓到的并不是大野兔 而是一只吃了就坐牢的保护动物野松雕 没办法 摄像机已经拍下了 他只能饿着肚子放它走 为了不伤害这只小可爱 艾伦只能强忍着嘴角的泪水 剪断了松雕大腿上的绳索 还好发现的其实 陷阱并没对松雕造成实际伤害 良心发现的艾伦只能拆掉了所有全套陷阱 要不是万不得已 他将彻底放弃用陷阱的方法来抓野兔 作为一个有原则的猎人 国家不允许吃的蛋白质 他绝对不允许自己伤害他们 现在他只剩下钓鱼这一个食物来源了 在上集中 米奇就已经丢失了所有箭头 身为职业猎手的他 感觉50万奖金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现在正拿着树枝在制作箭头 对着镜头他屁话说了很多 总结一句就是想儿子想老婆了 同样在弄丢了箭头的还有凯德 本想着靠打猎一举胜负的他 现在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一样 为了好好展示自己真正的实力 凯德决定亲手打造一批属于自己的箭头 先把树枝的树皮削干净 接着把树枝的一端刻出一个凹槽 用来卡住弓箭上的弓弦 在打磨箭身时有个小技巧 箭头的重量一定要比箭尾重一些 这能加大箭头的威力 还能让它飞得更直一些 同时在箭尾巴上绑上松鸡羽毛 这还能大大提高命中率 箭头还用上了铁丝扩打伤害范围 屁话说多也没用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凯德把木头挂在远处的树上当箭吧 这技术真是小母牛开炮 牛逼轰轰的 有了如此厉害的箭头 看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职业猎人领奖金了 时间来到14天 安妮一大早就来到海边洗内裤 昨晚太疯狂了 现在裤子脏的自己都嫌弃 这个老baby这几天一直都在忙着搭建庇护所 已经几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蛋白质了 为了填饱肚子 老baby终于想起自己可以出门打猎 于是二话不说 就扛着弓箭出门碰运气 很快他就发现了不远处的松鸡 自从这里被定为第17荒野独居的拍摄地后 这里的大松鸡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就连弓箭都拿不稳的老baby都能搞来事 大松鸡每天出门不是吓破胆 就是被脱光衣服架在火上烤 开局到现在才十几天 松鸡几乎就是人手一直烤着尸 转眼间 这只松鸡也被扒光了衣服 这次老baby打算炖个老火晾汤来尝尝 看着这松鸡的遭遇 我也不禁流下了同情的口水 可就在老baby打算烹饪晚餐时 一声野兽的怪叫从湖边传了过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一头上千斤的驼鹿正在水里洗澡 要是把这家伙搞到手 就算每天三餐外加一顿小烧烤 躺着吃都能躺到过完年都吃不完 可惜手上没有大泡 不然高低都得露两手给大家看 老baby只能眼睁睁地看着50万美金 从眼前大摇大摆地溜走了 转过头继续折腾松鸡炖锅 直接将松鸡用手掰开两半 高端的食材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下一秒老baby就吃上了美味可口的松鸡肉 肉质先美好倒抱 再来一口浓鸡汤 那感觉简直比神仙过得还有滋味 时间来到了15天 李雷这边一直都在忙着搭建庇护所 事实上他已经饿了好几天 作为渔民的他来到这几乎一条鱼都没钓到 本来很有希望的渔网 几乎就连鱼毛都没抓到 渔网没收获 没想到钓鱼野空军 尽管自己的钓鱼技术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这里的鱼就像不吃人间烟火一样 就算钓一整天也没鱼碰钩 现在只能吃着浆果粥再硬扛着 没搞到蛋白支持 李雷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庇护所上 但从他收集的木头来看 这货要造的别墅 绝对算是顶级的 这工程要是被他弄成了 我真怀疑他是借着求生的名义过来养老的 他决定打造一间求生界中最大的荒野别墅 所以他所用的材料 无疑不是粗大的原木 收集了上百根木头 这几乎把他累得腰都吃了 尤其是他已经60多岁的高龄 要是失误蛋白质跟不上 我担心他这大工程干着干着就烂尾了 但既然做了开头 没理由半路放弃 李雷只能选择一条死路走到黑 时间来到第16天 测试过箭头的威力后 凯德决定将箭头批量生产 就在他专注在造箭时 屋外突然传来了松鸡的叫声 难道这是松鸡过来检验新箭头了吗 凯德马上拿着弓箭摸了上去 镜头一转一只松鸡到手 看来今天的晚餐是跑不掉了 凯德的打猎技术 真的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 来不及激动 赶紧回家生火干饭 搬来石头圈起来做了个火炉 打火时卡擦几下就有了火堆 看看这肥美鸡肉 绝对是只小母鸡 再来一块鲜嫩多质的鸡胸肉 好家伙 入口即化口齿流香 要是再加点盐巴 口感绝对比肯德鸡还好吃 吃完了烤鸡再来到河边喝口凉水 那感觉真的透心良心飞扬 吃饱喝足后的凯德 感觉50万奖金已经打到银行卡了 可刚回到林子里 却发现刚才的火堆 差点就把林子点着了 这把他吓得半死 要是把林子烧了 就算50万奖金都不够赔的 好在及时发现 凯德才阻止了这场灾难的发生 没吃完的鸡肉 只能换个地方继续住 时间来到了16天 闲来无事的艾伦 决定带着镜头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豪华别墅 首先房子的门口是一片无敌大海景 房子搭建在原始绿化带的周围 此处还是靠山灭海的盘龙风水宝地 要是直接埋在这 子孙后代非富即贵 除此之外 他还打造了一个环绕别墅的后花园 青苔墙体无一步透露着环保绿色的新建筑理念 地板是用柔软的松针一经挑细作而成 屋外还自带一个圆形汗白玉烧火炉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全景星空大天窗 不仅是排烟的烟囱 而且还是劳斯莱斯的同款星空顶 不得不说这栋野生别墅简直太完美了 吹完了牛皮 饿到前胸贴后背的艾伦来到湖边钓鱼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尝过蛋白质的滋味了 今天是新居入火的好日子 他打算钓几条鱼回去当入火焰 刚放下钓杆没多久 水利就传来了动静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条鱼足足有十几斤 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几天的口粮都有了 艾伦提着大鱼养天长孝 此时的艾伦感觉50万奖金已经在银行卡了 还激动地在镜头前发表了获奖感言 要说其他选手都是求生高手 那么卢克肯定是货真价实的隐藏大佬 来这十几天 他几乎天天都搞大鱼 把烤鱼们与鲸鱼 甚至连酸菜水煮鱼都吃了个遍 别人都在饿肚子 卢克却在半个月里胖了好几斤 为了减肥他还做了自己的减肥餐 他用浆果捣碎 然后晒干做成果子饼 这要是被其他选手知道 肯定被吸的当场喊退赛 卢克的食物问题已经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也该把搭建庇护所提上日程了 他来到了远离海滩的一片树林里 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可以避免冬天免受海风的袭击 他对早庇护所也有自己的想法 采用半地下室斜坡木屋结构 不仅防寒保免 而且需要的木头材料很少 就是在挖土的时候费力一些 但他在选择工具是早有打算 手上的这把铁铲 就是为建造庇护所准备的 没想到这个大胖子 还真有几分实力 要是眼前这个大工程被他建成了 绝对是半只脚踏进了决赛圈 仅仅忙活了大半天 一个半成品庇护所就造了出来 估计再过几天 他的度假生活就要正式开始了 李雷这起几乎一直都在搭建庇护所 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实在有点吃不消 明显这种工程的能量消耗 比卢克多太多了 不管是搬运树木还是砍伐原木 李雷这次算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但他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就把荒野独居史上最豪华的庇护所造了出来 现在他终于肯全部心思花在钓鱼上 可钓了大半天 依然连鱼毛都没钓着 鱼钓不到 老李只能继续回家完善庇护所 他把收起来的苔藓全部扑到屋顶上 最后再把防水布往上一盖 再给庇护所加装上一扇木门 一间奢华又大气的豪华庇护所就造好了 今晚新居入火没有入火饭 甚至连浆果蘑菇都没有 时间来到18天 李雷天天都在湖边钓鱼 但没有一次钓到鱼 他又来查看鱼网 想着能有点收获 没想到还是连个鱼毛都没抓到 好几天没吃东西的李雷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连几天的零收获 彻彻底底的击垮了老李的内心防线 看来是时候离开了 节目组的游艇再次出现 这意味着老李成为了 本季荒野独居第一个退出成员 能在退出前建造好眼前这个小木屋 是他比赛最后的绝项 但他的退出并不意外 因为他获得蛋白质的技能 只有补于一个 看看别的求生大佬 松鸡都吃到腻了 卢克松鸡吃了好几只 大鱼也吃了十几条 老李要是不退出 难道真的要在这里养老 做了大半辈子渔民的老李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会因为抓不到鱼而退出 时间来到了19天 老baby这边大早上就在烤火堆 饿了就拿着弓箭出门打练 他的目标是打一头驼鹿回去躺着吃 一听这叫声就是头老母驼鹿 公头鹿听到后都会打个冷颤的远离 老baby再从林里叫了大半天 不说他是在打猎 我还以为他在叫春呢 最后驼鹿毛都没见着 反而把自己喉咙都叫沙哑了 现在心跳加速得很厉害 只能回到庇护所里 继续喝着白开水 老baby对着镜头说了很多 他表示来着挑战并不是为了领奖金 而是那种奢侈的生活早就已经过腻 体验完生活饮食时候退出了 很快游艇又出现在了海面 老baby想想还是觉得家里的生活好 60岁的高龄实在折腾不起 拿着弓箭提着筒就离开了荒野 然而这仅仅至是个开始 随着冬天的到来 食物匮乏 一场真正的强者见的较量 也即将拉开帷幕 挑战时间已经来到了第17天 凯德自从把所有弓箭都弄丢后 我们的独剑哥就开始变得湿起低迷 一连几天都没有蛋白质下肚 只能在周围吃野生蓝莓肚人 但周围的野果子几乎全被他吃完了 他清楚地意识到 只有猎到黑熊或者野鹿 才是支撑他拿到50万奖金的条件 也许是上天知道了凯德丢了箭头 刚吃完蓝莓早餐 他就发现了一坨新鲜的黑熊窝里 俗话说得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手上没有弓箭 就算现在黑熊就站在他面前 他也是只有被熊吃的份 所以制作弓箭是他迫在眉气的任务 他把看来的树枝削去树皮 再用捡来的啤酒瓶玻璃打磨成箭头 接着用铁丝固定在木棍上 最后放在大火上烘烤蒸干箭身的水分 使得箭身更加坚硬和加大杀伤力 箭尾则绑上松击羽毛提高命中率 一只野生手弓箭头就做好了 虽然无法跟特制的弓箭相比 但总比看见了猎物 手上却有弓没箭好很多 现在手握破伤风之箭的他 至少也有了射杀黑熊精的资本 詹姆斯这边的庇护所 基本已经成型 就这过冬的木屋 我只想说这伙太专业了 趁着天气还不错 他又来到湖边加长了捕鱼干 今天打算把鱼网送进更深的水域抓鱼 而作为强有力的生存专家 绝对不会仅有一个获得蛋白质食物的来源 詹姆斯又拿出了尘封已久的路亚鱼干准备钓鱼 这次他给鱼干换了个金灿灿的鱼饵 就这模样 试问水利的蛋白质 哪个能抵得住诱惑不去咬两口呢 马上拿着极品装备 来到湖边准备大干一场 就他这回干动作和抛耳距离来看 这只鱼干做得非常成功 几分钟没到 经不住诱惑的鱼儿就咬勾了 这是一条至少五斤种的大尊鱼 省着点吃 三五天的口粮算是有了着落 詹姆斯把钓到的鱼扔到一旁的小水池里 这把他高兴的仰天长啸 继续回到湖边钓鱼 期待下一条蛋白质上钩 但这次并没有那么顺利 鱼干甩到手都快断了 就在他钓到怀疑人生时 第二条大鱼才姗姗来吃 此时夜色已经降临 现在生活烟熏鱼肉明显已经来不及 他只能把这两条大鱼 寄存在一旁的水坑中过夜 明天一早再过来处理鱼肉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出意外了 晚上詹姆斯因为有了鱼肉 而兴奋地睡不着 到了第二天早上 詹姆斯心念念从庇护锁里出来 连夜尿都还没来得及了 就赶紧去检查鱼货 池子里的蛋白质早就不见了踪影 詹姆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崩溃的他此时顿时就有了退赛的冲动 而在不远处 吃了一顿免费自助餐的水塔 正游哉游哉地在水里打滚 詹姆斯此时的心情就跟日落狗差不多 本来是大肉的一天 现在只能继续钓鱼了 要说本季最强选手 卢克肯定算第一个 就他这庇护所的建造方式 也是荒野独居世上最新颖的一个 别人砍木头枣木屋里的腰兜指 他却搞了个半入土式的豪华别墅 屋顶盖上厚厚的台形 机能治愈又能防寒饱暖 获取食物方面 卢克也是劳逸结合 大中午他准时出现在湖边钓鱼 结果话都还没说完 鱼儿就忍不住上钩 卢克已经数不清 这是他的第几条鱼了 卢克没有一丝兴奋和高兴 因为这是他的日常 把鱼随手一扔到岸上 转身继续挥干钓鱼 可没几分钟第二条大鱼又赶着上钩了 别人钓鱼条鱼勒紧裤腰带省着吃 他却因为鱼肉太多而烦恼 庇护锁里的架子上挂满了烟熏鱼竿 现在还要顶着吃生的肚子 去消化这些刚钓上来的大鱼肉 本来是奔着减肥的目的来参加比赛 没想到这家伙却吃胖了好几斤 吃完鱼肉 接下来就是干活消耗卡路里 他决定被别墅加装一个室内灶台 在墙上用铲子把泥土掏空 用石板固定住两侧和顶部 室外再打一个洞 连接灶台做烟囱 如此一来既可以排烟又可以输送氧气 毫无疑问这个室内壁炉简直太完美了 不仅制作简单 而且功能齐全 卢克现在感觉浑身都充满了能量 到了晚上 卢克直接在火炉旁做了张牧床 直接往上面一趟再盖上被子 就算外面下大暴雪 估计这家伙也不会感到冷了 他一边烤着火一边想老婆 可根据节目组的尿性 想老婆想孩子的人 一般不会有好下场 卢克想着想着肚子就开始罢工了 此时他不停地打嗝 想吐却吐不出来 我没猜错的话 他的奖金估计要泡汤了 如果说卢克是最强的选手 那么塔斯绝对是实力加运气于一身的老大哥 野生庇护所他也搞得很独特 家里的蛋白质天天就没停过 看着无敌大海景 吃着无敌鲜美的鱼肉 灵万的发丝都忍不住地躁动起来 吃饱喝醋后 继续来到湖边例行检查鱼网 毫无惊喜 又是一条大脊鲜的尊鱼 为了储存更多的鱼肉过冬 塔斯还特意建造了一个熏鱼专用的母屋 从挂在熏鱼房上的鱼肉来看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就算躺着不动 他也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 做完所有的工作后 塔西哪里都不去 还真就坐在庇护所旁守着蛋白质 毕竟这鱼肉就是挂着的50万奖金呀 可不能像詹姆斯那样被偷家了 时间来到了19天 自从丢鱼后 詹姆斯在湖边依谋了很久 本想着等会就提同跑路回家的 结果这是突然出现一只小松鱼 这是国家一起保护动物 吃了牢底坐穿的那种 要不是摄像头对着 高低都要这只小家伙 感受一下社会的毒打 事出反常必有妖 既然松鱼出来觅食 这意味着湖里附近可能有鱼群 詹姆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再次挥干钓鱼 果然下一秒就吊上了一条鸡筋重的大鱼 詹姆斯顿时精神起来 马上开始处理蛋白质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看看这肥美多汁的烤鱼肉 一口下去那味道直充天灵钙 软面而不识优雅的口感 不停地挑逗着嘴里每一个味蕾 身体里的所有细胞 在这一刻顿时得到了满足 想比获利全开的男选手来说 本期挑战的女选手就菜籍很多了 乔迪四从踏上挑战的目的地后 不是在建房子就是在建房子的路上 难道女人真的只有房子 才能给她安全感吗 也不知道这妹子是不是潜意识里就缺房 来到这里根本没有一点食物危机感 如果是为了减肥参加节目的 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随着挑战难度逐渐加大 他们的处境也变得越发困难起来 尤其是这个老baby 今年已经65岁 此时已经饿得头回眼花了 身为农民工的他 才发现种地的技能 在这根本拍不上用场 此时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但他决定再为自己拼一把 他打算去树林里召唤一只驼鹿 就这凄惨的叫声 原谅我隔着屏幕都想喷他一脸 如果是公驼鹿听到这叫声 估计都会提起酷似撒腿就跑 没办法 只能回到庇护所休息 老baby感觉心脏加速的厉害 一大锅热水下肚 退赛的冲动直冲天灵盖 对于他的退出 我并不感到意外 只希望他这么大的年纪 就不要出来到处折腾了 毕竟50万的奖金 并不是靠喝热水能喝出来的 时间来到20天 这天对于卢克来说 绝对是个绝望的日子 肚子的翻江刀海 在拉完时候也不见好转 反而还出现了越发严重的情况 昨天晚上他喷尸了一整晚 那一泻千里的感觉 让他着实不好受 半个月以来吃的蛋白质 一夜就被他掏空了 根据我多年看荒野的经历 卢克肯定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他的大鱼肉都是煮熟后吃的 那么唯一的病原体 只能来治愈他生喝湖水 掐指一算 他大概是感染了某种病毒 卢克抱着一丝希望 来到湖边晒个阳光浴 其他把肚子里的病毒 用紫外线杀死 但不晒还好 一晒就收不住了 这次他在草丛里血都拉了出来 拉屎时 他在附近发现了一头大黑熊 卢克顿时满血复活地跟了上去 现在他里退赛已经不远了 但是如果能抓到一头大黑熊 他还想坚持一下 至少不会退出的那么没面子 没射中 刚想再捕一件 没想到身旁又出现了另外一头黑熊 还是没射中 卢克看清楚了发现 这两只都是带着幼崽的母熊 要是真被他射杀了 估计老底的缝纫及灯帽烟都出不来 卢克的信心备受打击 他再也没有了挑战的勇气 卢克的突然退出 我感到很意外 要不是肚子疼 还有拉屎拉出血 他要想继续在这里生存 估计活到节目组破产都没问题 不管是庇护所的建造 还是蛋白质的获取 他的能力绝对算得上顶尖一流 就这样退出 可能他真的对奖金没缘分吧 场上还升7名挑战选手 今天是圣诞节 此时场上已经起了大雪 乔迪这边已经做好了小木屋 房子现在还真给了他安全感 他还给庇护所起了个名字 叫希尔顿酒店 没有蛋白质 每天只能喝着热水硬扛着 继续完善庇护所 他很快又给别墅做了一扇门 如此一来 他的庇护所就相当完美了 时间来到21天 塔斯除了捕鱼利害之外 打猎也很强 一大早他就来到林里查看捕猎陷阱 没想到还真给他抓到了一只小松鼠 吃了那么多天鱼肉 现在终于可以换个口味了 来到湖边几下子 就帮小松鼠脱了衣服 再把松鼠肉切成小块 塔斯决定拿回家 炖个老火晾汤补一补 可刚靠近庇护所顿感不妙 好家伙 塔斯的尊玉也被偷了 没猜错的话 就是上次那只狐狸偷的 气吐血的塔斯马上拿着弓箭 来到附近准备复仇 可惜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不然那只小狐狸估计是回不去了 塔斯一时到了防盗的重要性 他决定打造一个木箱子 来储存烟熏鱼干 用绳子把木头拼接起来 做成木箱 再放到高高的树上挂着 一个悬空式的木头储存箱就做好了 梅兰尼这边依然在完善庇护所 他决定给自己的别墅搞个围栏 连自己毛衣都扯下来 当绳子把木头用了 这妹子怕不是脑子有包没长好 要是冬天来临 我真怕他又把围栏拆了 把毛线搞下来 重新给自己织一件毛衣出来 到此为止 他整天都在砍树锯木头 食物危机感在他眼里 似乎根本就不存在 用了整整件毛衣的毛线当绳子 他又给自己做了个储存食物的木箱 这才想起原来食物自己压根就没有 但这妹子运行那是嘎嘎好 惊喜好像来过 但好像又没来 大鱼没钓到 还把鱼钩给弄丢了 好在鱼钩还有一大把 不然这冬天肯定的河西北风了 重新接上新鱼钩 继续回到水利钓鱼 没几分钟第二条大鱼又赶着上钩了 看来今天的晚餐是有了 梅兰尼炖了一大锅鱼汤慰劳自己 坐在火堆旁那诡异的笑声一直就没停过 不久后庇护所里就传出了浓郁的香味 今晚注定是梅兰尼大块朵鱼的一碗 塔西一大早来到湖边查看鱼网 可没想到鱼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作为塔斯抓鱼的主要工具 鱼网要是弄丢了 这意味着他又失去了一个或许蛋白质的途径 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用木棍在湖里找了很久 然而并没有惊喜出现 鱼网已经石沉大海 做好的食物储存箱 没想到存了个寂寞 乔底此时已经饿到前一胸贴后背了 现在只能坐在木屋里怀疑人生 周围的树皮每个口味他都吃了个遍 他在镜头前屁话说了很多 总之三句话不离老公和儿子 看样子里退赛已是八九不离十了 果然下一秒就抄起了大哥大 对于这种没有任何食物危机感的选手 他的退出那是迟早的事 求生本来就需要各方面做到平衡才行 看来庇护所做得太好 也不是件好事 上级说到挑战仅仅过去了二十天 就已经拥有四名选手 饿成了皮包骨 无奈的提前拳不外提筒跑路了 赛场上还剩下六名挑战选手 此时已是饿到了奄奄一息的状态 随着寒冷的严冬即将来临 挑战也将进入到地狱史诗级别的难度 一场生存大佬真正的较量 正是进入白热化阶段 已经好几天没肉下毒的艾伦 此时不得不花费时间来编织四网 也许实在是太饿了 就连织网的速度都像加速外挂一样 仅仅用了半天时间 就迅速织好了一张鱼网 可能天气已经逐渐开始变了 身为十年老渔民的他 已经一连好几天 没有吃过一顿像养鱼肉了 这次有了鱼网 是继续挑战还是回家热炕头哄老婆 就看这鱼网给不给力了 扛着饥饿的灵魂回到庇护所 他继续完善自己的老巢 冬天即将来立一个扎实的庇护所 是拿到奖金的必要条件 他给庇护所搞了一扇木门 然后往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苔藓 最后再用木棍和绳子把苔藓固定住 看看这成品效果 别说防寒保暖了 在里面菊桑拿都行 然而上帝给你开了一扇窗 肯定会把你的门给堵死 辛苦编织的鱼网 一连两天鱼毛都没捞到 开局到现在艾伦瘦了三十几斤 开局前增肥的四十斤 到现在消耗的已经差不多 如果再没米下肚 艾伦的处境很堪忧 绝望的艾伦只能来到湖边钓鱼 但接下来的这一幕 我感觉他比中的头奖还疯狂 这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 十几条大尊鱼在手上 少说都有十几斤 就算天天吃也能扛个十天半个月 不出意外的话 决赛圈的名额他提前预定好了 自从上一季詹姆斯利用路亚鱼竿 钓到了几条大鱼后 现在他每天都把自制的鱼尔亲上几口 不出意外的话 仅靠这鱼尔 他就能一条路顺利地走到决赛圈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肯定就要来了 这天他再次来到湖边钓鱼 毫无意外 大鱼尾几分钟就上钩了 一番奈利搏斗后 又是一条十几斤的大尊鱼到手 詹姆斯怎么看都感觉这鱼还有点小 接着他又抛下了第二杆 这次大鱼尾几分钟又赶着咬钩了 就这样的上货率 不用想今晚又是一个吃到成熟时的夜晚 然而老天更快就给他来了当头一棒 这鱼尾拉上来 脱钩了不要紧 关键是这次连鱼钩都没了 猛逼的詹姆斯此时兴致全无 没办法他只能重新捡来一块木头制作鱼尔 但他明白之前神一样的鱼尔 自己这辈子也造不出来了 今晚继续钓鱼已经不现实 灰心丧气的詹姆斯继的连晚饭都没吃 第二天一大噪 经过一晚上的精心制作 一个金灿灿的路亚鱼尔再次闪亮登场 存手工制作 过程绝不参加 詹姆斯对自己的鱼尔很有信心 双手一挥 崭新的鱼尔正式下水 詹姆斯感觉整个迅鲁湖都为之颤抖 果然没过几分钟 一条不吃死活的蛋白质就咬勾了 没猜错的话这次又出意外了 大鱼没捞上来 刚做好鱼尔又丢了 心碎的詹姆斯此时感觉小心脏再被践踏 要不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此时他想跳河的心都有了 连续失去鱼尔和鱼钩 这让他感到后怕 因为目前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鱼钩了 如果再丢一次 他的荒野生涯也将宣告结束 凯德脑子里一直有个执念 来参加挑战 就为了合法捕到一头大黑熊 身为荒野猎人的他 坚决放弃钓鱼这一获取食物的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专注他的猎雄之旅 但上帝就是个爱跟你开玩笑的小老头 在这片号称有五万头黑熊的丛林 凯德就连他们的踪影都没见到过 反而新鲜热辣的Oli 给到时采到过不少 不死心的凯德 来到熊出没的江国地带 这里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兽性 多年打猎经验告诉他 这里经常有蛋白质出没在这里觅食 凯德决定在一旁搭建个伏基点 来一个守株带熊 只需用松树枝搭起来做掩体 他就进入了思考人生的状态 结果大半天过去了 别说大黑熊了 连熊毛都没见着 一连猛逼的凯德终于猛逼了 根据他身体的饥饿程度 凯德意识到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猎雄了 就在他心灰意冷时 一只不知死活的松树出现了 正猛逼的凯恩瞬间来了精神 二话不说就拿了弓箭准备射杀 好家伙 射中了又没完全射中 中间的松树 凭借着最后一口气爬到了树顶上 心想着就算死也要给自己留个全尸 可饥饿的凯德怎么会惯着他 直接手脚并用 就开始了爬树追杀老松树之旅 一鼓作气就爬到了树顶 没想到松树是个绝强的家伙 一阵叽叽叽叽叽的惨叫声过后 凯德利用大腿摩擦下树法 每两秒就回到了地面 他的双手已经被咬得不成样子 尽管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 但对饿得头皮发麻的凯德来说 没有什么比吃顿饱饭更重要的了 废话不多说 马上回庇护所准备生火干饭 生存挑战来到了19天 同样放弃钓鱼的米奇 天天都在小树林里打猎找失误 他也是好几天每米下毒了 现在米奇的庇护所 还只是个半成品 为了迎接冬天的来临 凯德决定继续完善他那简陋的庇护所 先把四处漏风的窟窿补上 他一直以来手一活就是个渣渣 以至于他十几天以来 才搞了个木架 他把树干鞋烤在框架上 再把砍下的树枝往上面移铺 虽然看上去还是像个杂草堆 但至少能在冬天来临时抵御风寒了 希望能扛得住冬天大雪的鸡鸭吧 搭建好庇护所的米奇 看着天空中飘着细微的雪花 他知道寒冬已经来临 为了充实自己身体的脂肪含量过冬 他又开始制作起了捕鼠陷阱 来这那么多天 周围的松鼠简直吵到他心烦 现在说什么也要实施反击了 米奇把三根木根拼成一个三角形结构 一番操作之后 来到周围寻找合适的陷阱头放点 用石板压住三角形支撑杆 石板下再放上蘑菇当诱饵 这套死亡装置一旦安装好 周围的小松鼠就狠狠地接受社会的毒打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 刚先开陷阱石板 一只新鲜的野生薯片 早就已经在这等候多时了 虽然个头不大 但足以让米奇饱餐一顿 架上大头灯 米奇给小老鼠来了一场小手术 十几分钟后 一番瞎操作下来 米奇很快就将小老鼠的羽绒服脱掉了 目次脱皮手术很成功 接着就是穿在木棍上细火慢烤 也不知烤熟了没 反正米奇吃得连骨头都没剩 那口感 那味道 绝对算得上人间一学 吃饱喝醋后 米奇终于对老鼠的那件羽绒服下手了 他将鼠皮架在金属圈上 然后用细线把鼠皮撑满整个圆圈 据说他要给自己的小老弟做件一副 就是不知道这尺寸会不会太大了 凯德这边起了个大噪 看着眼前的迷雾 不禁感慨起来 昨天才勒紧的裤腰带 今天又hold不住了 上次抓的松鼠 早已消化的成归尘土归土了 此时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个不停 为了给身子补充营养 凯德实在没办法 他只能把裤腰带切下来 然后切成小块熬汤喝 可这东西不管用大火煮多久 吃到嘴里还是硬邦邦的一坨 就像变灭了几个星期的欧力给一样 根本嚼不烂还难以下咽 就算在饥饿的驱使下 凯德依然忍不住的吐了出来 既然皮带吃不了 那这锅慢炖了几个小时老火浓汤 就肯定不能错过了 凯德一口闷完 这味道简直比万年地沟油还要正宗 四手五入也算是吃了个早餐 精神也比刚起床那会好多了 他又拿着弓箭 作为猎人虽然毛都没抓到 但那份没收获不罢休的心态可不能丢 可一路走下来 大黑熊依然没有踪影 他只能找脱熊粪来冲竖 他看了看左右没人 随手就在熊粪了 掏了两颗坚果出来 凯德也没多想 下一秒就塞进了嘴里 那味道真的是难以言表 吃完了坚果 凯德感觉自己已经尝过了熊的味道 打算回去提筒跑路 结果刚站起身 一阵强烈的眩晕感吸来 这使人饥饿到了几点引发的 滴血糖头晕现象 现在的凯德又困又累还很饿 没走几步就会让气不接下去的大喘 结果当他再次搬腰摘浆果时 实在支撑不住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一个小时过去后 凯德这才缓缓醒过来 此时他甚至此处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 一股从未有过的绝望感洗血了全身 这下次不走真不行了 不然自己很可能会成为荒野独居史上 第一个饿死在荒野的选手 这一刻他想了很多老婆和孩子的画面 一直在脑子里游荡 犹豫了很久 他终于拿起了大哥大 这绝对是一个强有力的选手 只是他在猎凶这方面太过于执着 来自猎人的自信和盲目信仰 让他放弃了捕鱼这个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 以至于他在捕熊这条路上 一头走到黑 最终连黑熊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归根到底还是他的运气太差 这片土地上五万只黑熊 来着二十几天竟然连熊毛都没遇上 这运气真的是倒霉给倒霉他妈开门 简直倒霉到家了 这次回家希望他下次能调整好心态 再次回到战场上参加复活赛吧 我从没见过能玩得那么嗨的荒野独居 这条五十斤的大尊鱼 彻底让这个男人实现了烤肉自由 还有随便拿竹筒在树林里叫几声 野生松鸡肉就会自动送货上门 大鱼大肉吃不完怎么办 制造个大型烟熏屋来做烟熏肉 看看这肥美的烟熏蛋白质 再看看这满满当当的储物柜 想看他们三天饿九顿 几乎不可能 在家无聊了就下下国际象棋打发时间 看到这些我真的怀疑他们 是不是借着荒野求生的名义过来度假的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二十四天 赛场上还剩下五名选手 塔西今天起了个大早 他坚信早起的小鸟有虫吃 果然转眼就在树林里发现了个大宝贝 据他说这声音能把树林的母鹿引过来 但我猜方圆百里的动物都会逃跑吧 结果也是如此 塔西叫到嗓子冒烟 都没看见母鹿过来 按照罐里每天去检查一下食物储藏柜 里面已经装满了肥美的松鸡和尊鱼肉 但松鸡似乎出现了几条小蛆虫 其他的蛋白质还算保存得很完美 不出意外的话 这满满一箱蛋白质 足够他躺平吃一个月了 尽管家里的鱼肉已经多到吃不完了 塔西依然不管有一丝丝懈怠 每天都会照常来到湖里抓鱼吃 吸取了上次丢鱼网的教训 这次他用更多更大的石头 把石头压稳 这是他最后一张鱼网 要是再弄丢 怕是耶稣来了都留他不住 为了保险他还用绳子把鱼网固定到岸边 现在万事具备只限蛋白质 能不能过上度假般的生活 就看这张鱼网给不给力了 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 塔西就迫不及待地赶往胡变 上次丢失鱼网的经历 现在想想都可怕 为了保住最后的这张鱼网 吸取教训的他 不得不隔断时间就去查看一次 万幸的是鱼网还在 不幸的是鱼毛都没捞到 然而毫无收获的塔西 并没有选择回到庇护所里睡大学 而是扛起弓箭转头 就钻进了茂密的丛林里 还没走几步 他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动静 射偏了90度 没关系再来一件 结果毫无意外再次失手 这次真的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早知道这一段就不录给你们看了 现在还要浪费体力去找箭头 真是开心一瞬间 痛哭两小时 找了很久 塔西才找回他的宝贵箭头 就在这时有一只松鸡出现了 好家伙 这次稳了 这只松鸡估计是出门没看皇帝 出门拉个屎都能遇到个荒野杀手 塔西提着战利品准备回家干饭 没想到半路上又发现了第二只倒霉的松鸡 好家伙 又是一只蛋白质到手 这次迅鲁湖的松鸡到底惹了谁 怎么这几每一集受伤的总是他 而刚完成双杀的塔西 现在已经在考虑今晚该吃烤鸡还是炸鸡了 再次我们一起点个赞 给这些可怜的松鸡 一点精神上的安慰吧 詹姆斯这兵刚刚起床 就来到了湖边检查昨天放的鱼网 本以为又会是没收获的一天 结果捞上来一看 一条十几斤重的孙鱼缓缓露出水面 这下可舒服了 省着点吃三天蛋白质足够了 但很可惜的是 精心打造的鱼网 已经被这鱼扯得稀巴烂 既然如此 今晚就炖个汤来补一补 作为手工人 鱼网烂了那就再制一条新的 补鱼现在是他唯一的食物来源 上次钓鱼已经丢了两只鱼钩 现在手上还剩最后一个 所以不到迫不得已 绝对不会再动用 因此他只能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这张鱼网上 只求老天爷再爱他一次 不得不说詹姆斯的手工活 那是嘎嘎讲 一个上午不到 一张完美的补鱼网 就在他手里诞生了 然而詹姆斯还不知道 就是这张看着狗都嫌弃的鱼网 却让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最亮的仔 即便詹姆斯的生活已经很奢侈了 但他依然闲不下来 他要为即将来临的寒冬 准备更多的木柴 就凭他这份拼劲 显然已经拿到了进入决赛圈的门票 对于前面两位不愁吃穿的老大哥 米奇这边就显得惨多了 现在每天都得饿着肚子睡觉 更惨的是现在还患上了失眠症 虽然每天都扛着弓箭出门打链 可就是鸡毛都没遇到 现在唯一的食物来源就是这种浆果 此时的庇护所还是个半成品 要是下起大暴雨 根本就顶不住 他在海滩上找了几块塑料回来 打算给庇护所搞个防盗门 就屋里的那几条烂内裤 有必要搞得像银行那样吗 就他现在的状态而言 要不是为了赢得五十万奖金 回去给儿子治病 估计早就想好怎么体统跑路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米奇失眠之旅才刚刚开始 身体即便已经很累 但就是睡不着 在我看来 他还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不过归根到底还是饥饿引起的 要是能吃上一锅浓鸡汤 我准保他能睡得比死猪害臣 今天他事在饿得不行了 于是就扛着弓箭 来到丛林里找食物 好在风水轮流转 终于转到他家了 一抬头他就看到了一只 正在社区送温暖的大松鸡 好家伙 终于有鸡肉吃了 米奇一扫之前的颓废重拾信心 看来又能继续熬多几天了 吃完松鸡的米奇 今晚不失眠 竟然还有心情 给自己老婆写起了情书 就是这刺激看着丑了点 挑战来到了第26天 这一天绝对是詹姆斯的幸运日 今天大早出门检查余网 里面的余祸直接让他惊呆了 就这一条少说都有三十几的大尊鱼 蛋白质含量更是达到了牛肉的十几倍 毫不夸张地说 这绝对是荒野独居史上最大的一条鱼了 这要是被其他选手知道 可能直接就收拾行李提筒跑路了 就这足足一米长的鱼肉蛋白质 就算躺平在家拼命吃 也能闭着眼躺着吃个十天半个月了 马上开始处理鱼肉准备干饭 现在詹姆斯的心情只能用嗨道高潮来形容 把鱼肉分割成几大块 这才有利于保存 他在湖边架起了烤炉 准备做一个烟熏炭烤糊尊鱼 经过一天的烟熏慢烤 肥美的鱼肉香味已经弥漫了整个丛林 那诱人的鱼肉光泽 看得我隔着屏幕都在流口水 抛开事事不谈 单单这个鱼头 我就能干三碗白米饭 梅兰妮是场上仅剩的一名女选手 显然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 开局到现在 她几乎没吃过任何蛋白质 一直都是靠着吃江国勉强度日 有时候我真怀疑 她是借着荒野求生的名义过来减肥的 能坚持到现在 她完全是靠着一年在度日 但天气很快就要进入冬天 野外的江国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她只能把食物改成草地上的苔藓 亦有个弊端 就是吃多了就会出现胃性卵和拉肚子 所以吃之前一定要多煮几次 这种苔藓还能晒干作为储备粮 可能是吃不惯这种难吃的食物 她又来到了树林里找江国蘑菇 虽然这么点都不够塞牙缝的 但比起吃苔藓 那味道简直好太多了 她一连几天收集了很多江国 在庇护所里 细细品尝着这来之不易的食物 阿兰这边似乎鱼钩扔到了鱼窝 早上来这鱼货就一直没停过 当然一顿美味肯定少不了 这一锅鱼子鱼杂 就是她今天的午餐 虽然她本可以吃那肥美的大鱼肉 但她明白这些鱼杂碎 可比鱼肉的营养丰富太多了 鼻着眼捏着鼻子一口闷 总比那些还吃着江国的选手强多了 为了能更好地保存鱼肉 阿兰特意给鱼肉造了个烟熏房 就这房子的规模 不烟熏条鳄鱼都对不起她 阿兰似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于是她又回到了湖边开始钓鱼 不得不说这一季的选手思想觉悟真的高 即便家里有着吃不完的鱼肉 依然每天很自律地出门搞蛋白质 很快一天时间就快过去 阿兰这次的收获依然是空军 又是一条五斤中的大尊鱼 看来真的要是一半扔一半了 不然吃不完 真的吃不完 但转眼鱼线却不见了 这可玩毒死了 鱼线沉入了水里 阿兰赶紧脱了衣服下水 这才把鱼钩和鱼线搞回来 这一幕差点把阿兰这个大老粗吓尿了 天刚刚亮 阿兰就起床继续完善她的烟熏房 目前手里的鱼肉实在太多了 再不赶紧处理的话就要变质了 好在没过多久 她的烟熏房就搞了出来 看着这一块块摆在上面的蛋白质 我就知道这家伙已经提前进入了决赛圈 这些鱼肉都是通往成功之路的垫脚石呀 今天的工作就是把鱼肉烟熏好 他就坐在旁边死死地守着 可能是知道了上个家伙烟熏鱼的时候 把烟熏架和鱼肉都烧没了吧 这次阿兰的操作实在太稳了 塔西这边也是蛋白质不用愁 闲来无视的他准备已升级一下庇护所 直接把原来的草窝 改造成了高端大气的野生别墅木屋 看来他已经做好了 在这待到节目组破产的打算 他还给自己搞了一副国际象棋 至于对手就是左手跟右手 说起这副象棋大有来头 是他在晚上想老婆的时候精心打造的 每个士兵都是按着他老婆的样子来雕刻的 尽管外面西北风肆虐 尽管外面暴雨来袭 他也能安定自若地在家玩象棋 对 你没看错 真正求生大佬的生活 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且枯燥的 今天外面的天气非常恶劣 又是大风又是大雨的 每个选手都选择在家躺平一带牢 有的在家扔塞子打发时间 有的在看着天窗说梦话 昨晚的风很大 以至于梅兰妮的储物箱根本扛不住 一大早起来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藏在里面的僵国也损失了大半 梅兰妮的内心被拉到了崩溃的边缘 要知道这玩意 是他消耗了一整件毛衣才建成的 惨 实在太惨了 要不是为了五十万 早就提筒跑路了 阿兰这边烤炉连续工作了两天 到现在他的鱼肉还没有烟熏满 为了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阿兰打算再升级一下他的路亚鱼竿 看到这里 我顿感不妙 虽然有bug能钓鱼就别乱动 手剑乱动了就必遭殃 拿到升级后的鱼尔 来到胡便测试 看你还敢不敢再手剑 没事乱动鱼尔 这下后悔了吧 阿兰的收获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挑战时间来到了31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求生大佬 荒野独具果然是个天然瘦身节目 尽管每天都在大鱼大肉 60几岁的艾伦依然瘦成了瓜子脸 这应该是食物营养不均衡造成的 他就想不通了 其他选手是怎么熬到现在的 来不及多想 艾伦烂照惯例来到胡便查看渔网 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猛逼了 一只野鸭子居然提前帮他检查了一遍 艾伦还在镜头前问大家想不想吃烤鸭肉 画面要是点赞足够多的话 就现场给大家展示北京烤鸭的做法 但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我惊呆了 看来他还是饿得不够强烈 天天吃鱼的他表示野生鸭子他吃不惯 想来做北京烤鸭大家也不想看 艾伦下一秒就帮鸭子切掉了鱼网 但鸭子似乎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居然还要艾伦摸他几下才行 希望这波放生 佛祖会保佑他吧 这一次鱼毛没抓到 鱼网还被弄破了 艾伦随后来到昨天的钓鱼点处 尽管西北风吹的浪花荡漾起伏 但也阻止不了他今晚要吃一顿烤鱼的决心 就这灰干的动作 等能让这驯鹿虎为之颤抖 但几个小时过去了 别说大尊鱼了 就连小鱼毛都没钓着 看来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西北风已经喝饱 烤鱼今晚不用吃了 还是早点回别墅躺平想老婆吧 梅兰妮目前是场上唯一的女性选手 但我就一直搞不懂 超模梅兰妮是好什么熬到现在的 开局到现在一直吃姜果树皮扛了30天 我真的怀疑她是 借着求生的名义来这里玩健身减肥的 连日的台风 把门前的两棵树吹断了 好在没有往她庇护所里砸 不然坐在这的就是个灵魂了 受台风的影响 她已经好几天没出庇护所了 今天决定外出找一些姜果来填肚子 沿着海岸线出发 水面上已经开始结冰 这是个坏消息 因为冬天要来了 只靠姜果维持生命肯定远远不够 话都还没说完 梅兰妮就感觉双腿发软使不上力 36D的大胸脯 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看来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限 没办法只能回到庇护所继续苟活着 回到庇护所后 她掏出了自己所有的储备粮 打算今天来一顿宝的慰劳自己 这妹子除了会搭建庇护所外 至今为止我没见过她吃上一顿肉 我真怕她玩着玩着 就被横着抬回家办后事了 要是靠吃姜果都能拿到奖金 那么评论区的老铁90% 估计都是冠军 作为本赛季最强选手 詹姆斯已经实现了一天打鱼三天晒网的生活 就凭之前的一条二十斤大尊鱼 也足够她吃上了十天半个月了 本正能躺平就不乱动的原则 她今天决定来海边喝西北风 要是运气好的话 还可以顺手带两条鱼回去 上帝打开了一扇窗 就肯定会把你的门给堵死 在晒鱼网的时候 她的手臂被一根松针戳伤了 现在只要用力一捏 浓浓的枝叶就会从伤口里流出来 她很担心这伤口会继续恶化 好在妻子是黑针锁里的护士 四十五入自己也学了一点护理常识 比如云山松针是上好的创伤药 用气熬制成的浓汤 就有良好的伤口消炎作用 只要每天来上几季 就这点小伤怕她的锤子 塔西这两天也在庇护锁里猫着 西北风帘挂了好几天 出门狩猎是不可能了 她决定给别墅加装一扇防盗门 制作木门也比较简单 先把木门的框架搞出来 接着用剩下的木头拼接上去即可 从此这间别墅就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无聊的塔西还给别墅添了一张家具 再坐椅子的过程 她说起了她童年的往事 在五岁的那年 她幼然的女朋友怀孕了 虽然这故事只有短短的两句话 她却说出了三个家庭的心酸 来这里赢奖金 目的也是为了赔偿女孩的损失 为了犒劳这段时间的辛苦劳作 她决定今晚要吃一顿松鸡炖汤 心情美滋滋的来到悬空储物柜 可下一秒她就笑不出来了 只见烟熏松鸡已经爬满了蛆虫 就连熏鱼干也都无疑幸免 这对塔西来说简直就是恶号 要知道这些肉 都是她赢取奖金的全部筹码 看着这些已经发臭了的蛋白质 实质无畏弃之可惜 塔西非常犹豫 但面对奖金的诱惑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吃鸡肉 她把鱼肉的蛆虫清理后 重新挂起来晾晒 而长满蛆虫的松鸡 则一锅汤消化掉 她打算把全部肌肉炖一锅大杂烩 毕竟高温之下吃起来会安全很多 在庇护所里塔西吃得非常享受 肌肉上的蛆虫似乎从来就没来过一样 至于会不会出事 就看她明天的情况了 艾伦这边已经两天没收获了 她大早就出来整理鱼网 那只死鸭子把鱼网弄出了一个大洞口 鱼毛没抓到 刀嘴的鸭子还飞了 现在想想都觉得心口疼 重新给鱼网编织好后 她打算出一趟远门 这段时间除了搭建庇护所 剩下的就是出门狩猎搞失误 虽然大鱼大肉天天没停过 但现在她不得不改变一下生存策略 因为她附近的海域西北风非常大 后续想钓鱼根本不可能 因此她打算去另一边看看情况 她拿着弓箭来到丛林里到处转 结果还没走几步 就发现了地上陀路留下的脚印 如果能射杀一头陀路赢比赛拿奖金就稳了 看到这一幕艾伦一股莫名的冲动直冲天灵盖 终于来到了对面的海域 这里的水很深而且还很平静 这种水域我说下面藏的一只威尼斯水怪都有人信 十几斤的大鱼都是小问题 艾伦马上挥杆甩掉 准备展示实力 刚甩出去没几分钟 鱼儿就赶着上钩了 可下一秒鱼儿就脱钩了 虽然没钓上来 也足以让艾伦爽一整天 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下一条鱼还是被挣脱了 估计是鱼钩出现了问题 之前都是一钓一个准的 她再次尝试抛干钓鱼 但很可惜依然是脱钩收场 挑战时间来到了33天 梅兰妮这边收集了很多浆果 她把浆果放进内库里储存 闻起来还有种淡淡的香味 这真是个佛系求生选手呀 只吃素不吃肉 吃完浆果后 梅兰妮继续外出找食物 她打算在冬天前来储存更多食物 脚下的地方基本都开始结冰了 现在每天收集浆果 都要走很长一段路程 来到草地上继续收集浆果 要是冬天来了 浆果也会随之消失 所以她要一次性摘多点回去 即便湖水就在脚下 她也不像吊条鱼回去吃 难道这婆娘真的喝水 就能补充蛋白质吗 塔西这边松鸡肉已经吃完 今天她决定把剩下的鱼肉 也拿出来晒干 手上的鱼肉已经不多 而且再不吃也要变质 看来是时候考虑外出打猎了 二话不说就拿起弓箭 来到野外寻找蛋白质 但转了一圈连根毛都没发现 兜兜转转又来到了海边 没想到连日的台风 把她的鱼网都搞没了 就连固定用的绳子都已经扯断 好在她还留了后手 幸运的是鱼网还在 不幸的是已经全烂了 一条鱼都没抓到 看来塔西的苦日子来了 塔西把鱼网简单整理了一遍 然后拿回庇护所进行修补 毕竟这可是她赢取奖金的必杀计啊 尽管如此 内心强大的塔西并没有抱怨 没有疑惑 那就不止陷阱抓野位 一番操作下来 丛林里但凡她能想到的地方 都装上了陷阱 估计整个丛林的小可爱都在颤抖吧 如果你要问谁才是这季的挨恶王 那米奇肯定是当仁不让了 别人现在都在集桌找食物准备过冬 她去猫在庇护所里给儿子造玩具 就这一个小东西 她就花了两天时间来搞 和梅兰妮不一样 米奇虽然懒 但她的实力嘎嘎强 今天天气好了 她决定外出搞食物 在过去的三天里 她总共抓到了三只松鸡 家底虽不算富裕 但至少大鱼大肉不用愁 看到米奇出门 松鸡愣是吓得屁都不敢放 转了很久都没发现小鸡的身影 走累了就坐下休息一会 要是带手机的话 王者仲要估计他都输了几盘 就在这时周围的松鼠忍不住发出了叫声 顺着声音走去 隔着几十米远的距离拉弓射击 好家伙 只要拉弓就没有射偏的可能 每次都能一发入魂 一直倒霉的松鼠到手 马上开堂破肚准备干饭 几分钟不到米奇就给人家脱下了羽绒服 虽然蛋白质并不多 但总比天天吃松鸡强 尤其是这鲜嫩多汁的松鼠脑 入口即化的口感 简直是在挑逗着味脸的极限 还有那牛肉般的味道直冲天灵钙 这一顿他吃得很满足 感觉全身的细胞在这一刻都在疯狂跳动 挑战时间来到第34天 习惯早起的詹姆斯感觉今天有点不一样 但又说不出哪里有异常 远处的烟雾感觉就跟仙境差不多 地上还出现了霜冻的情况 看来今天会有大事要发生 带着这份困惑 他来到湖边开始钓鱼 结果刚抛钩猎物就赶着上钓了 可惜转眼又脱钩了 这次终于成功把鱼拉上来 这是一条七斤重的大尊鱼 上一集重的三十斤缩子鱼都还没吃完 来不及庆祝 越战越勇的他再次挥干 可这次就完堵死了 鱼线直接被抛了出去 真是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呀 要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一个鱼钩了 此时的詹姆斯想哭又想笑 就连刚钓上的鱼都没心情再吃了 如果你以为詹姆斯会直接退赛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身怀绝技的詹姆斯 不仅仅钓鱼厉害 他还是个钓炸天的荒野猎人 既然鱼钩全弄没了 那就是时候展示一下真正的打猎技术了 刚出门没几分钟 一直出门没看黄厉的松鸡 挡住了他的去路 直接一发入 松鸡表示一点痛苦都没有 怎么每一集受伤的总是松鸡 难道这些松鸡都是吉姆组提供的吗 又是鸡又是鱼的 这是提前过年的节奏呀 然而被幸运女神眷顾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转眼他又发现了旁边的一只松鼠 有一份美味可口的蛋白质到手 不得不说这一季的选手真的强 詹姆斯又来到河里检查捕鱼陷阱 捞起鱼网一看 有一条大尊鱼我真怀疑这伙开挂了 要是被其他选手知道 他今天的收获估计早就卷铺盖提筒跑路了 今天不仅钓到了大鱼 还抓到了松鸡和小松鼠 现在又抓到了一条大尊鱼 吃不完 真的吃不完 荒野独居实现三菜一汤的他是第一个 不是家里祖坟冒兴烟了 都玩不出这节奏 难怪说今天怎么感觉有点不一样 原来50万奖金在向他招手 与此同时艾伦也在拼命的搞蛋白质 他把之前的鱼网升级了一下 然后把鱼网伸到更深的水域里去 今天的湖面方平浪静 安静得有点可怕 经历过连续脱钩失败的艾伦吸取了教训 这次说什么也要搞条大鱼回去尝一尝 果然这次很快又有鱼上钩了 这次成功捕获一条五斤重的大鱼 难道这次真的要逆袭了吗 还没来得及高兴 第二条大鱼又咬钩了 然而这次鱼没拉上来 鱼狗反而被带走了 好家伙 这剧情怎么跟詹姆斯的一样呢 才刚刚开荤 转眼就被打入了地狱 看到这里这一期不出意外的话 冠军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了 这一期并没有人被淘汰 尽管比赛已经提升到了更高的难度 但我们的选手依然还是吃得不易乐乎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上级说到了米奇大开杀戒 搞到了野生大松鸡烤着吃 转头又把人家小松鼠给霍霍了 而塔西就惨了 本以为建个高空储物箱可以防贼 没想到却导致一箱蛋白质染上了蛆虫 让他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挑战已经来到了第三十五天 场上还剩下五名生存大佬 米奇昨晚一夜没睡 他正在镜头前抱怨 昨晚他的老鼠邻居发春叫了一晚上 吵得他根本睡不着觉 为了给这群好色之徒 一点颜色瞧一瞧 他连夜制作了一个补数神器 最终把小节日的三七四蟹都搞到手了 果然四字头上一把刀 特别是在求生大佬面前 更要收敛一些 不然就会像这样被串起来做成烤肉串 虽然这一串蛋白质的卡路里少得可怜 但对吃满了烤老鼠的米奇来说 这一份烤结日 绝对是他踏进决赛圈的敲门砖 与此同时在比赛的另一边 艾伦在庇护所里 同样忍受着老鼠的折磨 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 女婆亲手给他吃的爱心内裤 都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 真是舒可忍神不可忍了 看来也该给点颜色这帮老鼠瞧了 闲来无事的艾伦也在庇护所里搞起了捕鼠装置 用两块石板加着几根树枝做支撑 一套简单的捕鼠神器就做了出来 接下来就等外卖员自己送货上门了 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出门钓鱼 为了应对那牙齿封面的狐尊鱼 这次艾伦特意在鱼沟前 加装了一根粗铁丝 今天湖面风平浪静 但气温却很低 十几斤的大鱼不敢保证 可满足今天的蛋白质需要 艾伦还是信心满满的 但幻想终究是幻想 整整一个大早上都过去了 可怜的艾伦在湖边西北风都已经喝饱 愣是一条鱼毛都没咬沟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松鸡的嘲笑声 要是幸福来敲门 挡都挡不住 艾伦马上拿上弓箭准备干它 这是艾伦来到这的第一只松鸡 个头虽然不大 但抛开事事不谈 蛋白质含量还是牛肉的好几倍 特别是那口嘎嘣脆的鸡肉味 更是让艾伦口水都忍不住支柳 此时他正想着今晚是烧烤还是炖汤喝 时间来到了第36天 塔西这边一大早就出门钓鱼了 正所谓早起的小鸟有虫吃 刚抛下鱼竿 水里的鱼儿就赶着上钩了 一条三斤重的狐尊鱼 直接收入囊中 在接载里乘胜追击 还来不及庆祝 鱼竿上又传来了大动静 再次拿下一条十斤重的大尊鱼 看来今天的蛋白质足够了 塔西提着今天的战利品回到庇护所 首要任务就是把鱼肉分割开来 鱼头鱼尾用来慢火熬鱼汤 鱼肉鱼排则用来烟熏保存 就凭这一片片鲜美的烤鱼片 要不出意外的话 塔西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决赛圈的大门 信心倍增的塔西终于决定 把猎杀驼入的任务提上日程 鲜美的鱼头汤一口下去 哦 味道还真不赖 可他还来不及细品 身旁的林子里突然传来了动静 赶紧放下鱼头汤过去瞅一瞅 看着他这副匆忙的样子 不用猜也知道 他又遇上了大家伙 这哥们该不是开挂了吧 这边饭都还没吃完 这边又搞上了一只野松鼠 看来幸运女神扎堆上门 等着塔西宠幸了 今天说什么也要搞个大杂会来尝尝 提着猎物来到湖边 塔西熟练的给松鼠脱掉了羽绒服 一只娇羞赤裸的蛋白质 就呈现在了镜头前 把清洗干净后的大肠包小肠放进锅里翻炒 一份松鼠闷锅的香味 顿时弥漫了整个荒野 最后吃上一口正宗麻辣炖松鼠 忽视客观音速 抛开事事不谈 这肉嘎嘣脆肌肉味 蛋白质还是牛肉的五倍 这小日子过得比我的都还要好 塔西今晚睡得比新婚也还happy 时间来到了晚上 艾伦家里也传来了好消息 吃饱喝足后本来想早点休息明天抓鱼 没想到补书装置传来了一响 一块石头板砖 把刚好路过的杰瑞压成了薯片 好家伙 老鼠被压得四脚朝天的 艾伦一脸愁容伤心欲绝的样子 可心里却早就热开了花 看来一份老鼠炖汤宵夜是跑不掉了 转眼时间来到了37天 来到荒野修仙的梅兰妮 依然面色红润 荒野挑战37天 有36天都在喝西北风 我正怀疑这婆娘喝白开水都能涨标 对于这种修仙是荒野求生的选手 什么钓鱼打猎抓松鸡 在她面前都显得多此一举 不管其他选手吃多少蛋白质 她只需吃几枚浆果 照样能熬到你虚脱 在她看来有那高蛋白质的咸功夫 还不如在家好好完善一下露天厨房呢 她把小块木屑 忙完一屑后再煮过白开水补充一下卡路里 但再强的选手也逃不掉想家的思绪 她默默地看着家的方向 最终眼角还是流下了悲痛的口水 一番深呼吸调整心态后 梅兰妮一想到冠军的50万奖金 什么想不想家的根本不重要 现在赶紧整一杯奶茶 来缓缓激动的心情 她把苔藓放进锅里蒸干 然后再把它们磨成粉末状 再用食碗水煮成一碗 一锅美味可口的卡布奇诺就做好了 想比修仙选手米奇这边就惨多了 她现在只能在庇护所里 饱受着饥饿的折磨 她把晒干骨头和肉干打磨成粉末 然后粘成煎饼果子 原本以为味道会挺好的 但吃了才知道 那感觉根本就是难以下咽 但其中的脂肪含量绝对不比牛肉差 今天的任务依然是出门打猎 可随着冬天的来临 周围动物活动的痕迹 也变得越来越少 但柳安花明又一村 打猎没收获的米奇 找到了一大片浆果地 全部把它们打包带回家 没想到竟然足足有一大包 米奇打算把它们做成浆果干 她把浆果放入锅中全部捣碎 再用纱布把果肉保住 把里面的果汁过滤到瓶子里保存 再把剩下的浆果残渣 她做成饼状放到火上烘烤 等到完全烤干水分后 新鲜正宗的浆果干就出炉了 赶紧拿来一块尝尝 哇 这是小时后的味道 而在另一边 刚吃完鱼肉大餐的塔西 又出来搞食物了 今天她决定到更远的地方 搞吃陀路回来尝尝 本身就没有多少食物储备 现在还要消耗大量卡路里 出远门打猎 这对于塔西来说 无疑是一场豪赌 在大山里转了大半天 塔西终于来到了陀路最喜欢的沼泽地 不过一眼望去陀路毛都没发现 而且这里还刮起了西北风 看来还是早点回家躺平稳妥一点 可能也是闲来无事 塔西刚回到营地 就决定打造一把木吉他 看过那么多期荒野独居都知道 所有荒野做吉他的选手 始终都逃不掉提同跑路的命运 而作为这一季那么强的种子选手 这样异常的操作 难道又在暗示大家他要跑路了吗 挑战来到了第38天 詹姆斯在上击手臂就已经受伤了 只要用力按压 就会流出浓稠的血水 但经过一番护理后 现在他的麒麟臂 已经慢慢的有了好转 不过现在捏一下依然会流血 为了防止感染 他在伤口处贴了创可贴 按照惯例詹姆斯又来到湖边钓鱼 但由于天气变了 水里的鱼儿都不肯咬钩了 两个小时过去 詹姆斯今天鱼毛都没钓上来 自己却被湖面的冷空气冻成了细狗 梅兰尼这边每天都靠了吃浆果度日 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靠吃浆果生存的日子也将不复存在 昨晚洗的衣服一直都没有干 反而还被冻成了冰棍 没办法只能放在火炉上烘烤了 不过烤熟后的衣服并不能吃 而且还是湿润的 塔西这边正捧着连夜做好的吉他在高歌 好家伙 真的好家伙 我打死都没想到这大佬 不仅仅生存求生能力嘎嘎强 而且还是个富含音乐细胞的穷屌丝 开完个人演唱会后 塔西决定动用他的绝杀剂 终于用上了这艘陈锋已久的极品装备 他在第八天就造好了这艘船 到了现在三十八天了才用上 我真怀疑他吃肉给他吃忘记了 塔西划着小船来到湖中心 手上还不停地拉动这鱼线 来吸引大鱼上钩 可就这样几个小时过去了 自己在湖边喝饱了西北风部说 什么十几斤的鱼 毛都没遇到过 最后只能撑着船员路返回 打猎和钓鱼都失败的塔西 此时自信心已经崩塌的不成样子 要不是整箱的蛋白质都变质了 现在他怎么说也算是赛场上最亮的仔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销售了十几斤 冬天巧然到来 食物储备几乎为零 塔西顿时就有了一种 想回家看看的冲动 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 还掺杂着小雪 这无疑不再暗示着冬天的来临 而米西还在庇护所里 给儿子做玩具 上级就已经做了个旋转陀螺的他 现在又打算给他做个小木偶 最后还用上了那张鼠皮做吊坠 詹姆斯这边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寒意 就连早上刷牙的水都掺杂着冰块的 刷完牙后突然来了兴致 还在镜头前跳起来巴黎屋 挑战来到了第40天 2023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临 塔西今天不打算钓鱼 只想安静地在河边散散步 大雪弥漫着整个荒野 挑战难度也提升到了另外一个等级 选手们都想赶在大雪封山前 赶紧收集完最后一波浆果做储备粮 要是再过几天 这些唾手可得的食物将不复存在 而塔西就是不走寻常路 恋饿了几天的他 依然执着于猎杀驼鹿 他抱着一丝丝希望 再次来到驼鹿经常出没的沼泽地 很不幸的是这次他又赌输了 没办法 只能又顶着大风险原路返回 此时塔西身体已经劳累到了极限 最终拿出了家里储存的最后一块熏鱼干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是过来荒野求生的 并不是来饿的 就算要离开也要吃饱饭再上路 这样的结局 我真的感到很惋惜 明明是荒野里混得最好的选手 最后却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 后来对着镜头 他说出了退赛的原因 原来一直在巴西长大的塔西 根本没有在以外冬天生存的经验 这也是他在入冬前非要搞一头陀路的原因 塔西的目的就是储存更多的蛋白质 打算在庇护所里冬眠熬过这个寒冬 论综合实力 塔西无疑是这一系中最强的选手 但运气已是实力的一部分 好尽全力而退出比赛并不可耻 总比哪些拿着张照片 就喊退赛的墙上百倍 冬天的来临 每个选手都可能随时退赛 特别到了这种高手巅峰对军的时候 那大家猜一下 最后谁会是本季的冠军呢 是大肉吃到腻的詹姆斯 还是修仙士求生的梅兰妮 再或者是整天在做玩具的米器呢 上集说到作为本季的最强选手 塔西大鱼大肉已经吃到腻 最后却因食物保存不大 导致几十斤松鸡肉变质腐烂 最后因一只猎不到迅鲁而退赛 挑战来到了第41天 场上还剩下4名求生大佬 整个迅鲁湖迎来了寒冷的冬天 大学给战场换了套雪白的皮肤 一场真正的饥饿对决游戏 正式拉开帷幕 艾伦刚打开庇护所的大门 一阵寒意迎面扑来 但看着眼前这唯美的雪景 艾伦都忍不住给屏幕前的老铁 直接献上一个法式诗问 出门喝饱了西北风 艾伦又回到了庇护所里休养生息 今天他决定升级一下手里的箭头 就现在家里的储备鱼肉干 就算他每天大鱼大肉 整天不出门都能熬个十天半个月 所以短期内艾伦根本不愁吃喝 一个上午很快过去 艾伦的破伤风之剑也改造完成 他把尖箭头加上木头 改造成了盾头剑 这种箭头能更快结束猎物的生命 希望这两只幸运之剑 能给他带来蛋白质吧 大雪封山不宜出门 就算勤俭之家的梅兰妮 今天也一觉睡到了大中午 要不是昨晚睡觉的时候 突然背部一阵凉意袭来把他冷醒 我估计这婆娘能一觉睡到天黑 起床一看才知道 原来睡袋被老鼠咬了一个大窟窿 对于一个喝白开水 都能熬四十几天的选手 一个大窟窿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大胸罩 截取了里面的钢圈取出一小结 然后在石头上一番精细打磨 一根完美的绣花针就有了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这婆娘脑洞那是真的大到无法想象 三几下就把睡袋的大窟窿给堵上了 要是把这份心思放在搞蛋白质上 这妹子绝对不比场上任何一个男人差 忙完了这一切后 她又来到了外面收集干柴 这对于别的选手来说 可能也就是用来生活干饭的材料 但对梅兰妮来说 直接就是决定她冬眠时间的指标 另一边米西正忙着给儿子做玩具 第七级做了个木头陀螺 第八级做了个鼠屁木头人 第九级做的这东西我实在没看懂 赢下挑战治好儿子的抑郁症 成为了她坚持到最后的唯一信念 即便大学已经封山 米西依然照常拿着弓箭到野外溜达 她坚信只要不放弃 蛋白质就一直在 但现实给她狠狠地上了一课 今天又是空手而归的一天 但为了打发时间 她带上一根捡来的钉子来到野外 决定将其打造成一把破伤风之刃 在米西反复地断烧河垂打下 一把屠龙大砍刀已逐渐成形 接着再用木头削成合适的大小 将其分成两半中间挖出笔手的凹槽 再用铁丝将其牢牢绑紧 一把让蛋白质闻风丧胆的破伤风之刃就问世了 詹姆斯这边刚从睡袋里醒来 外面的风很大 也冷得要命 要是肚子不饿 她能在睡袋里待一整个冬天 今天要收集接下来几天要用的木头 但手上的伤口很让她担心 每次干活用力时都会隐隐作痛 30天过去了 伤口依然没有愈合 不用想肯定是出问题了 回到庇护所 詹姆斯照常给伤口做护理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她惊了个大呆 她用钳子夹住伤口露出来的脓包 然后咬着牙用力一把 一根手指长的尖刺被扯了出来 好家伙 我直接好家伙 伤口发现流浓那么久了 詹姆斯居然不知道 里面有一根尖刺 挤出浓稠的血水 之前的疼痛感瞬间减半 重新打包好伤口后 詹姆斯这才敢放下心来 挑战时间来到了42天 即便需鱼干还存货满满 艾伦也不忘每天出门找食物 她决定回到湖里再搞几条鱼回来吃 尽管天气变冷 想打鱼并不简单 但鱼肉依然是目前最容易获取的食物来源 艾伦在湖边甩钩甩到手都抽筋了 依然一条鱼毛都没钓到 还硬生生喝了几个小时西北风 可能是她今天不看黄历 或许今天并不宜钓鱼 既然钓鱼不行那就去打猎 艾伦转头就拿起弓箭 窜到了厚厚鸡血的丛林里 吃不到新鲜的鱼汤 吃个烤松鸡也很不错 但幸运女神始终都没有眷顾她 经过几个小时的溜达后 最终只能灰溜溜地回到了庇护所 今天黄历应该是万事不已 不然也不会让她如此的落寞 早知道还不如在家躺平睡一觉呢 今天詹姆斯原本也想出去钓鱼 可以想到今天黄历说不宜沾水 她果断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从来没吃过蘑菇的她 现在也打起了松鼠口粮的主意 手上这一把蘑菇 虽然分不清是什么品种 更不知道吃完后会不会变奥特曼 熟读唐诗三百首的詹姆斯 从中也领略到了一些求生知识 在吃未决定毒性的食物前 只需扣下一小块含在嘴里半小时 只要身体不出现不良反应 那这玩意直接干它就完事了 今天风和日里阳光灿烂 詹姆斯决定来到树林里溜达溜达 美味的蘑菇有了钥匙再来指松鸡 午餐直接来个小鸡炖蘑菇就爽歪歪了 不得不说詹姆斯是幸运的 还没走几步 她就发现了一只松鸡在树上发春 直接一发入魂 松鸡走得很安详 还来不及高兴 又一只野生蛋白质飞过来凑热闹 一连砍获两只野生大松鸡 好家伙 我正怀疑詹姆斯昨晚把幸运女神给睡了 不然也不会如此的眷顾她 回到庇护所马上生火干饭 一只架在火上做烤鸡 另一只用来小鸡炖蘑菇 就问这种美滋滋的生活 你羡慕了没有 大佬的度假生活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又枯燥的 挑战来到了第42天 梅兰妮这边终于有了蛋白质 掀开捕鼠陷阱上的石头 一只野生迷老鼠早已等候多时了 虽然从大小上看还未成年 但对和白开水都长标的梅兰妮来说 这份薯片绝对是一份大餐 用刀帮老鼠脱下羽绒服 再将其内脏全部取出 最后直接扔进庄满开始的铁锅里 炖她个七七49个小时 一顿鲜美可口的老鼠汤制作完成 哦 这味道真好吃 老鼠肉也是嘎嘣脆鸡肉味 吃完后她在镜头前说了很多 总结一句就是想老公想孩子了 这难道又在暗示我们她要退出了吗 时间来到了第43天 梅兰妮大早就把脸贴在镜头前 欣赏着自己那美丽端庄的盛世美颜 就她这红光满面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天天都在大鱼大肉呢 吃了一顿老鼠汤的她 开始对蛋白质产生了依赖 四十几天以来 终于产生了想钓鱼的念头 本以为大佬上场会有所收获 但站在湖边西北风都喝饱了 愣是一条鱼毛都没钓上来 毫无收获的梅兰妮 这才知道她的大陷将至 就在回去的路上 她一下子就想通了 生活富裕的她 根本没必要在这活受碎 她是来体验生活的而不是来挨饿的 梅兰妮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很显然她一直已经动摇了 人都是这样 一旦一直出现动摇 你就会有成千上万种理由 说服自己去放弃 全程即便没有亮眼的操作 整个过程都在和白开水肯排险 但一个能坚持到四十多天的选手 肯定有她生存的一套祖传秘方 不过梅兰妮的离开并没有遗憾 也许她家里真的不缺那五十万奖金吧 对于这种修仙求生大佬 一般人的思维很难看懂她的求生方式 最后只能祝愿她生活幸福美满吧 挑战来到了四十三天 场上还剩下三名求生大佬 今天是艾伦的生日 就算大雪逢山天气阴沉 但是该有的仪式感 一个都不能少 艾伦用三块熏鱼肉做了个蛋糕 还在上面插了一根树枝当蜡烛 今天要好好吃一顿鱼肉盛宴 什么五十万奖金通通抛一遍 现在她想给自己放个假 吃饱喝足后她来到湖边散步 没想到却有了个意外收获 一直以来都没收获的鱼网 在她生日的这一天 终于迎来了第一条鱼 一条十几斤重的大草鱼 直接收入囊中 省着点吃至少能扛一个星期 这难道是幸运女神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时间来到了晚上 艾伦为了给自己庆祝生日 她还准备了一场小型烟花秀 她拿出了唯一一支信号弹 看了这种荒野求生 是不是觉得你去你也行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随着最后一个修仙求生选手的退赛 比赛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场上各个选手都使出了祖传求生方式 挑战来到了第45天 场上还剩下三名求生大佬 这个冬天别人都存有大鱼大肉 米奇完全没有冬天的储备量 一连饿了十几天 闲来无事的米奇 给自己堆了个雪人打发时间 32岁的她如今已被折磨成了52岁的模样 现在的荒野已经完全被大雪覆盖 即便知道今天不宜出门 但不死心的她还是想到树林里碰一下运气 雪地上虽然满是动物的脚印 可在树林里转了好几圈 就连蛋白质的毛都没发现一根 看来这又是一次亏老本的狩猎 米奇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蛋白质收获了 胃部的空虚 时刻提醒着她必须马上干饭 所以起码她决定开展一场老鼠大屠杀 拖着冻僵的身子回到营地 根据上一次的捕鼠经验 米奇升级研发了新一代捕鼠神器 外出打泪一直没收获 因此抓老鼠对她来说 是目前最容易获取蛋白质食物的方式 此时米奇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捕鼠神器上 捕出意外捕鼠陷阱做得很成功 到了晚上这群蛋白质就排着对送货上门了 米奇躺着就可以捡到蛋白质 简直轻松的不要不要的 看这两只小老鼠的大小 就知道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了 好家伙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我们做老鼠出来完就是要一次当头 把小杰瑞的羽绒夫脱下 直接放到烤架上做一顿红烧老鼠 这口感简直一级棒 在饥饿的加持下 即便没有调味料 米奇依然吃出了五星级大餐的感觉 最后烤老鼠被吃的连骨头都没剩 可惜分量太少 还没来得及细品就已经消化殆尽了 要说这一期最幸运的男人是谁 詹姆斯敢说第二就没人敢抢第一 别的选手早已冰雪满天飞了 同样的时间里 他这边却依然风和日理的 目前他的状态贼好 根本不用为食物所担心 他的储备粮足够他扛上十天半个月都不成问题 作为原始猎人的他 这里的环境本身就是他的主场 每天习惯性地拿着弓箭到树林里碰鱼器 即便毫无收获也没关系 因为这番鱼网足以让他免除所有后顾之忧 对 你没看错 这就是最真实的大老荒野求生 菜鸡求生被饿到前胸贴后背 大老荒野求生吃到回家要减肥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对着三斤重的大鱼 詹姆斯一直都想换个口味 但奈何自己的厨艺浅薄 根本无能为力 可就凭他这一身运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把幸运女神给睡了呢 想比之下艾伦这边就惨多了 一大早对着镜头脱光衣服 给自己来了个全身检查 之前以为傲的胸肌已经消失殆尽 除了小蛮腰上还有几块坠肉外 其他地方几乎都销瘦了一大圈 赛前特意增重的四十斤肥肉也所剩无几 来不及哀愁 生活还得继续 按照惯例艾伦来到湖边准备钓鱼 他已经好几天没碰过蛋白质了 所以说今天能否钓到鱼 决定了他还能继续在这熬几天 自打入冬以来 艾伦能感觉身体的明显在变化 每天早上醒来都提不上紧身 饿久了后胃部更是灼烧般疼痛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这条十几斤重的狐尊鱼 让他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凹手估计这条鱼至少能吃两天 赶紧拿去开膛破肚处理鱼肉 可下一秒艾伦就笑不起来了 他用刀翻开鱼肚皮 却发现内脏上布满白色的斑点 这意味着鱼肉已经感染了寄生虫 现在吃 还是不吃成了艾伦要面对的问题 但本着能吃就不浪费的原则 况且这条鱼很可能价值50万美金 艾伦果断把寄生虫完全抛到了脑后 不过也是 人都快饿死了 傻子才管他什么品种的寄生虫呢 大火煮上了两小时 照样是一顿美味的蛋白质 一半用来烟熏保存 另一半则今晚炖个汤好好补一补 为了杀死鱼肉中所有的寄生虫 这一锅鱼肉 艾伦足足炖了三个小时 艾伦捧着铁锅还在犹豫要不要吃 但一大块鱼肉下去 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口感极好味道也很不错 抛开事事不谈 蛋白质还是牛肉的十几倍 吃完鱼肉的艾伦 细胞瞬间又充满了能量 挑战来到了第48天 寒冷的气温让艾伦蜷缩在被子里 瑟瑟发抖 幸好来之前 妻子给他准备了一床爱心棉被 睡觉前他还暖了几块石头 放到睡袋里保暖 即便如此 在这冰冷的气温下 半夜里艾伦都差点被冷得翻白眼 最后的决赛中 选手能否获得冠军 直接就与其的食物存储量挂钩 艾伦也明白这个道理 以至于他每天都会来到湖里试着钓鱼 即便大多时候都是空手而归 但人总要有希望 才能继续撑下去 挑战来到了第49天 昨天才吃完老鼠肉的米奇又开始饿了 刚起床就给自己准备了一锅迅鹿苔藓 不要问味道怎么样 问就是老痰酸菜就是这个味 挑战艰难的熬到今天 他打死也没想到 昨天才用来擦屁股的材料 今天竟然成了自己救命早餐 真是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强迫自己把苔藓咽下肚子后 米奇又准备开始展示他的手工活 他决定徒手制作一个储救 有了这玩意 就可以把苔藓打磨得更细 吃起来不仅口感好 还更容易消化 可就在米奇专心做手工时 左上角突然出现了一只野松雕 这蛋白质可比苔藓好事太多了 以至于米奇一下子又动了杀心 可拿着弓箭摸上去后 松雕早就溜眉影了 好家伙 给了希望又给你当头一棒 这操作给谁能受得住呀 然而雪上加霜的事接踵而来 回到庇护所后才发现 昨晚没吃完的老鼠肉干全都不见了 闭着眼都知道 就是刚才那死松雕干的好事 米奇顿时后悔没把那家伙赶尽杀绝 真是倒霉给倒霉他妈开门 倒霉到家了 然而詹姆斯这边就乐开了花 刚吃完一顿顿鱼肉做早餐 现在肚子撑得就像一只怀孕的老母猪 再这样大吃大喝下去 他都怕这里的伙食把自己吃出病来 这一切都归功于之前存储的几十斤鱼肉干 即便有着吃不完的蛋白质 詹姆斯依然每天都会到湖边查看鱼网 如果说家里的肉干储备量 让他稳坐冠军宝座 那么这次鱼网里的收获 直接让节目组把奖金打进银行卡就可以了 这一条几十斤的缩子鱼 保守估计这次的食物储备 足以让他在这一直待到过大年了 此时此刻他只想对着镜头问问其他选手 想跟他抢冠军 你拿什么跟他斗 重新把鱼网放回湖水中 詹姆斯还打算夺冠后把鱼竿带回家吃 时间终于来到了第50天 驯入湖迎来了今年的滴场大暴雪 整个荒野都以白雪埃 此时当地气温已经达到零下15度 作为本土加拿大人的艾伦 对于这种极端气候 他早已经习惯 今天他继续选择来到湖边钓鱼 但如此寒冷的天气 艾伦着实有点扛不住 喝了两个小时西北风后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天的钓鱼 经过这次的教训 看来在湖面结冰之前 他应该是不太愿意出来钓鱼了 只能回到庇护所里烤火堆取暖 食物匮乏的艾伦 现在都还祈祷着 其他选手吃得没他多 而在比赛的另一边詹姆斯 现在正在彻底的释放心中的放荡不羁 就凭这份乐观的心态 詹姆斯就想着冠军他拿定了 现在食物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收集过冬取暖的木材 才是他的首要任务 吃饱肚子的人 干活起来就是不一样 句子伦的也是嘎嘎响都不带喘气的 一个上午的时间 他就收集了一大堆木头 烧个十天半个月应该不成问题 干完活之后 那肯定要好好犒劳自己 转眼他就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炖肉汤 就凭他这种生活状态 不出意外的话 获得五十万奖金已经毫无悬念了 正当生活过得得意洋洋时 老天爷差点就给了他致命一击 到了夜里外面突然狂风大作 万万没想到 大风从烟囱口倒灌进来 旁边的火星差点把庇护所给点了 幸好发现及时 不然现在坐在这的就是个灵魂了 用水把火扑灭后 詹姆斯吓得一身冷汗的回到庇护所 差点就把自己给火化了 要是奖金没领到 还要搞到请全村人吃喜 这买卖就亏大发了 这晚 他一直不敢睡 就这样坐着看着灶台度过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焦躁不安的詹姆斯 马上开始修复灶台 找来石头 把庇护所外墙加过了一圈 这样大风就吹不到庇护所内了 烟囱也加高了几十公分 这能有效地防止寒风倒灌 忙了一个大早上 詹姆斯才把庇护所改造完毕 接下来他打算待在庇护所里 躺着冬眠 因为詹姆斯知道 只要稳定输出 那这个冠军就是迟早的事了 挑战来到了第51天 今天对于米西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天 米西哼着生日 各位五岁的儿子庆祝生日 来这里他给儿子 做了一系列玩具 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 能亲手送给儿子 来之前他答应儿子 要回去给他过生日 看到米西饱含泪水的眼眸 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想儿子了 但他不能有一丝退赛的冲动 因为这50万奖金 是儿子的医药费 米西全靠这笔奖金 来指儿儿子的抑郁症 现在他只能竭尽全力地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 运气好的话 能把对手凹走 运气不好 就只能被节目组打包带出去了 第十季荒野独居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赛圈 下一集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大截局了 那么最终又是哪位选手 能拿走最后的50万奖金呢 来来来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生存挑战来到了第53天 场上还剩下三名求生大佬 此时已经是最后的决赛圈之战了 作为本赛季最被看好的种子选手 詹姆斯大早就在门口搞起了户外烧烤 别人一个星期的食物量 可在他这里仅仅是一顿早餐而已 像他这种炖肉大户 根本发不着跟那些小赛季一样省吃俭用 在他看来省着吃就是在亏待自己 还不如吃饱喝醋后去多掉几条鱼呢 虽然詹姆斯早已习惯寒冷的冬天 但他仍然觉得今年格外的冷 这鬼地方跟待在北极没区别 要是没有足够的柴火 只能躲在被窝里释放被动技能 所以他不得不疯狂囤积木材取暖 一个钟后烧烤架上的鱼肉正式出炉 外焦里嫩的鱼肉 不禁让人垂涎欲滴 黄到发黑的色色 激发着詹姆斯的食欲 在眼下这大雪纷飞的荒野里 还能吃上如此肥美的烤鱼肉 就从食物上看 詹姆斯简直比其他选手强太多了 此时的血乳湖气温已达到零下15度 出门喝西北风并非明智之举 我们的艾伦选择猫在窝碰里冬年 面对如此极端的环境下 他在能量损耗上 采取了节能减排措施 在食物上虽然比不上詹姆斯 但在他看来 只有降低损耗就算脂肪零射入 死神都拿他没办法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防寒保暖 但一个谁都逃脱不掉的问题悄然而来 在封闭的窝棚内待久了 那该死的孤独感就会洗血而来 对家人的思念 对家里狗子的疼爱 这些思绪整天都在这男人脑子里游荡 也正在一步步的瓦解他最后的心理防线 以至于他出现了严重的失眠症状 但他表示自己还能继续熬70天 我也不知道谁给他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挑战来到了54天 米奇作为最想赢而又最不被看好的选手 庇护所内的食物已经空空如也 当大家都在想尽办法节能减排时 米奇这会居然品尝起了雪地冰淇淋 尽管这样会加速体内热量的流失 但他实在无法忍受 为了那空虚寂寞的感觉 此时屋外的温度已经达到20度 吃饱喝足后的米奇 决定到外面散散步 沿着堆满积雪的山路走去 顺便到湖边打个水回须住 但即便如此简单的动作 都让他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就更别说饿着肚子顶着刺骨寒风出门狩脸了 就在回来的路上 米奇还发现自己双脚已经冷得僵硬了 这是身体热量撑不住的表现 赶紧钻进睡袋 想让身体暖和起来 但冰冷的身体再加上没有蛋白质的摄容 被透支的躯体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热量 他蜷缩了一整夜 都感觉不到一丝丝温暖 希望他能顺利地把50万赢回去给儿子治病吧 但没花香自苦寒来 老天还是给了米奇一丝希望 一只老鼠在米奇面前背上了套 也不知是不是米奇这个名字取得象老鼠 50多天的挑战里 他竟捕获了30多只小杰瑞 要是他真能赢 我感觉老鼠占了一半的功劳 虽然这次抓的老鼠似乎小了点 可米奇依然不舍得直接享用 饿了就直接啃些香果片片肚子 毕竟真到扛不住时 还能有点蛋白质能救济 另一边的詹姆斯 是目前类于出门兜风的选手 别人都在庇护所里 被冷得半生不死的 而他简直无视着冬天的魔法攻击 看到远处正在慢慢结冰的湖面 想都不用想 这种情况根本不会有鱼儿中招 趁着出门溜达的功夫 顺便找点野鸡野兔来换换口味 但很遗憾 地面上除了动物脚印 其他的就连蛋白质的毛都没发现 抱着一丝幻想 来到湖边 检查渔网 当他靠近湖岸时 眼前的一幕让詹姆斯差点惊掉了下巴 这个曾经战绩雷雷的渔网 如今已经被冰雪完全封印了 詹姆斯踩在光溜溜的石头上 稍不注意就可能摔个半身不随 即便如此 他认为这鱼网还可以抢救一下 这样做会消耗大量的卡路里 但只要湖面结冰 这鱼网就又能发挥作用了 经过一番悄悄打打 捞上来一看 果然鱼毛都没抓到 挑战来到第55天 同样抓不到鱼的还有艾伦 没办法只能到湖边顺路捡点干柴 照这样冷下去 湖面不出三天就会被冰封 长期的饥饿让他感到非常乏累 紧紧聚起根木头的功夫 就把艾伦累得差点腰都迟了 忙完手头的工作 艾伦又打起了冰掉的注意 为此他还给自己打造了一双雪地鞋 这对于从事户外教育的他来说 简直不要太简单了 用绳子把几根木棍分别绑在脚底下 一双最原始的雪地鞋 就让艾伦造了出来 但在冰掉前他还需造一把雪梯才行 一番操作猛如虎 半小时后带着装备来到冰封已久的湖面 简单用斧头凿开冰面 随即就开始了首轮冰掉之旅 由于此处处于潜水滩 能不能抓到于艾伦也很难保证 就这样整整喝了三个小时西北风 幸运的是艾伦还在 不幸的是鱼毛都没掉到 显然又是亏本买卖的一天 最后只能拿着工具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而米奇这边一直躺在庇护所里佛系求生 饿了就用一年幻想的蛋白质出来时 突然机器传来了呱呱呱的声音 原来是节目组一年一度的体检项目来了 接着一艘快艇从湖面时来 长时间的忍饥挨饿 以至于米奇连穿衣服都力不从心 随着大船靠岸 一群人浩浩荡荡朝着米奇走去 然而米奇早已再次等候多时 看到胖子动得瑟瑟发抖 大伙们只能来到庇护所内进行体检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米奇的脚趾头早已失去知觉 见此情形 三位医生来到屋外评测 要是继续坚持 米奇恐怕会有永久性伤害 更没想到就穿鞋动作他都难以完成 此时米奇心中就有了答案 不知决心他忍不住地痛哭流涕起来 等医生再次回到屋内 米奇犹豫了很久 最终还是提出了体统跑路的要求 米奇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承受极限 相比被强制退赛 他还想给自己留几分薄面 一个被家庭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说出这番话 可想而知米奇内心承受了多大的煎熬 生活往往都是这样 拼尽全力后却一无所获 早已见怪不怪 但努力到最后做出的决定 换来的一定是饱含泪水的无怨无悔 虽然50万奖金能够改变儿子的一生 但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要是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也是整个家庭的噩耗 经过了55天的挨饿历程 让他从开始的胖小伙 变成了如今胡子拉叉的挨饿强者 相信这趟精神和肉体的洗礼 未来任何打击都无法再将他重创 生存挑战来到了56天 最后两名选手争夺最终冠军 艾伦的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 但他依然不死心地回到湖面上 费尽了吃奶的力气 才把冰层打通 本以为今晚能吃上一顿痊愈盛宴 但没想到又是喝了好几个小时的西北风 到此为止 艾伦已经一个星期没碰过蛋白质了 饥饿和寒冷让他有种原地去世的感觉 最后还是选择早点回去冬眠算了 挑战来到第58天 求生大佬从来都不会在家坐吃等死 詹姆斯决定重启被冰封的渔网 相对于傻瓜式的冰调 这张渔网能24小时为刺激获取食物 简直就是这个冬天的制胜法宝 重新在冰面上挖了个窟窿 然后把渔网完整铺好 再用一根长长的木棍卡在冰面上做锚点 半小时不到 整个驯鹿湖都为之颤抖的捕鱼陷阱就搞定了 接着回到营地烤火取暖 再煮上一锅香喷喷的鱼汤犒劳自己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来了 本想脱下袜子用火烤暖 谁料一只脚指甲直接脱落了下来 而他除了麻木感觉不到一丝丝疼痛 这是身体严重被冻伤的征兆 但事到如今这些小伤小痛 詹姆斯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俗话说祸不单行 服务双至 突然窝外传来熟悉的噼里啪啦声 顿时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专心聆听了一会 原来是湖面上冰层断裂的声音 话都还没说完 灶台上的火苗就烧上了墙壁 好家伙 一个不留神差点把自己给火化了 要是50万奖金没领到 回去还要请全村人吃喜 詹姆斯这买卖可亏大发了 对厂商的两人来说 这两天的困难 比之前两个月加起来都难熬 艾伦的储备粮已经消耗殆尽 接下来只能被迫开始修仙求生了 想必艾伦的遭遇 詹姆斯依然过得很幸运 他在烤火堆的时候 还一掌拍死了一只小杰瑞 就这样凭借着强大的挨恶技能 詹姆斯就已经完胜艾伦太多了 时间来到第60天 天还没亮林子里就挂起了腰风 此时地表温度仅有零下13度 詹姆斯冒着被冻死的风险去查看渔网 可还没靠近岸边 詹姆斯就彻底的绝望了 湖面上的冰层早已被风浪拍碎 就连辛苦搭建的渔网也因此丢失 看来风水轮流转 詹姆斯的运气用光了 由于之前大吃大喝 根本没想过会出现意外 庇护所里的存粮也快要见底了 回到营地 他吃着最后一顿水煮鱼片 在这一刻大佬终于有了一丝退出的想法 挑战来到了第64天 詹姆斯早早就起床了 看着远处还没升起的太阳 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对的 他想家人了 退赛的冲动莫名地在心中成倍的扩大 他有全款买下的大笔数 别墅里有骄难动人的老baby 还有不愁吃穿的舒适生活 这些优渥的条件 时刻都在摧残着他拿到50万奖金的决心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坚持已久的信念一旦动摇 你就会找千万种理由来说服自己放弃 即便詹姆斯也逃不过这人性的弱点 但谁都没想到 结局竟然来了个大反转 本最被看好的种子选手 就这么如此突然地宣布退出了 种种迹象都在告诉我 詹姆斯就是本赛季的冠军 但谁能想到人生是如此曲折多变 在这种极端环境下 詹姆斯从一个180斤的西部牛仔 被折磨成了110斤的流浪汗 身体的变差 及时退出也许是詹姆斯最好的选择 挑战来到了第66天 场上还剩下最后一个艾伦 此时的冠军还在庇护所里 挨着恶狗言残喘 这是一通信息 打破了艾伦的宁静 节目组谎称要来给他做体检 为了不被强制退赛 他还在镜头前来了个自我检查 对自己肌肉没信心的艾伦 甚至想好了对节目组说的话 但节目组就想搞事情 艾伦根本不知道 节目组带来了50万奖金 还带来了他朝思暮想的小娇妻 节目组给艾伦进行一番全身体检后 就在艾伦对着镜头吹牛逼时 荒野独居第十季最大的惊喜 出现在了他身后 艾伦激动的肾上腺素直线飙升 突如其来的惊喜 让他差点喘不过气 艾伦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会是最终的冠军 他在小娇妻参观了自己的庇护所 还给他讲解了自己晚上 如何独守空房 出色的捕猎技术 咬炸天的钓鱼技术 还有冬暖夏凉的庇护所 这些都是艾伦赢下这轮比赛的关键 虽然论运系艾伦完全比不上詹姆斯 但就是多了这一份坚持 我们才会看到结局的大反转 那么问题又来了 铁子们 这种荒野求生你能扛几天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节目吧